文王二年 罚身过邓 邓人曰 楚王一曲 邓侯不许也 六年 罚菜 鲁菜哀侯已归 已而逝之 楚强 临江汉间小国 小国皆位之 十一年 齐桓公使罢 楚义使大 文王二年 是公元前的688年 这一年 楚国讨伐申国和邓国 这个申国也是一个古国的名字 它的地点是在今天河南省南阳市的北边三十里那个地方 邓也是一个古诸侯国的名字 是曼姓 它的地点是在今天湖北省襄阳市的北边 这个楚国呢 讨伐申国 经过邓国 那么邓国的人就说了 说楚王这个人是容易对付的 义曲呢 就是指 说他容易对付 邓侯不许也 你不是想经过我们邓国吗 我们邓国偏不让你过 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684年 楚国讨伐蔡国 把这个蔡哀侯呢 给抓回来 带到了楚国 以而逝之 但是过了不久之后呢 又把这蔡哀侯给放了 楚国这个时候就变得越来越强大 邓江汉间小国 这里的邓是通那个带两滴水的那个邓啊 就是七邓的意思 楚国呢 因为变得强大了 所以说他就七邓江汉间的那个小国 因为这个在长江跟汉水之间呢 有很多小的那个诸侯国 楚国呢 就每个都欺负 小国皆未知啊 这些这个江汉间的小国呢 都很害怕楚国欺负自己 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679年 北边呢 有一个超级霸主诞生了 这个霸主呢 就是齐桓公 他呢 开始在中原称霸了 楚意强大 而楚国在南方呢 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十二年 伐邓灭之 十三年 祖子熊田立 视为庄敖 庄敖五年 欲杀其地 熊运 运奔随 雨随 习氏庄敖 盖立 视为成王 十二年呢 是公元前的678年 这一年呢 楚国人就灭了邓国 灭之呢 就是只把整个邓国给端掉了 十三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677年 楚王呢 就死了 他的儿子熊田立 视为庄敖 这个时候呢 这个庄敖就做了这个国王 庄敖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672年 庄敖想杀掉他的弟弟熊运 这个熊运呢 就害怕了 就跑到隋国去逃难了 与隋国袭击 而且杀掉了这个庄敖 戴立 视为成王 他把庄敖给杀掉之后呢 他就变成了楚国的国王 也就是楚成王 成王运元年初即位 不得施惠 结旧好于诸侯 使人献天子 天子赐作曰 镇尔南方一跃之乱 无亲中国 于是楚地千里 楚成王运元年就是公元前的671年 楚成王呢 刚刚即位 不得施惠 布是广布 德是恩德 施是施语 惠是恩惠 广布恩德 施语恩惠 和周围的诸侯国呢 都处理好关系 同时呢 派人到周王使去 向周天子来进贡处地的特产 天子赐作 这个作呢 是指当时周王使用来祭祀的时候 用的那个祭肉 把这个祭肉呢 分给诸侯国的国君 是表示对诸侯国国君的肯定 天子一看 楚地的人也到这个周王使来献这个土特产 天子就非常高兴 把这个祭祀用的作肉呢 也赐给了楚王 曰 镇尔南方一跃之乱 镇是安抚 南方一跃 就是指你生活的那个南方蛮夷之地 你安抚那些南方的蛮夷之人 不要让他们发生叛乱 无亲中国 同时呢 你也不要这个向北方侵略中国 于是楚地千里 这个于是呢 是当时 当时呢 楚国拥有土地 大概有千里的范围 十六年 齐桓公以兵亲楚 至行山 楚城王使将军屈丸以兵御之 与桓公盟 桓公属以周之父 不入王室 楚许之乃去 十六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五十六年 北方霸主齐桓公带领这个军队呢 南亲到楚国 一直到了行山这个地方 行山是在哪呢 他是在今天河南省的衍城的东南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齐国军队就不再往前走了 楚城王一看到北方的霸主齐桓公 气势汹汹的带领诸侯的军队来侵略自己 他就派将军屈丸 这个屈丸呢 是楚城王手下的一个将军 带领楚兵来抵御齐桓公 与桓公盟 但是呢 双方并没有发生战争 而是结盟了 桓公属以周之父 不入王室 桓公呢 数落这个楚国 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这个共赋交给周王室 楚国呢 就答应齐桓公 说我们会交的 齐桓公得到了楚国的这个承诺之后呢 就退兵了 根据这个左传的记载呢 当时这个楚城王啊 派手下的将军屈丸去质问齐桓公 说我们两个国家呢 风马牛不相及 隔得这么远 你为什么带兵气势汹汹的 劳师席远来打我们楚国 齐桓公呢 就开始找理由 最后呢 找出来的理由呢 是两条 一条呢 说这个楚国不定期的向周王室交贡赴 还有一条呢 说这个以前在西州的时候 周天子呢 有一个人带兵呢 到南方来平乱 结果呢 就死在了汉水 为什么死呢 据说他当时坐的那个船 被人给坐了手脚 那船呢 到了河新的时候呢 就散掉了 所以周天子呢 就掉到水里边淹死了 而这个烂杖呢 就被齐桓公算在了楚国的头上 楚城王呢 说这个 当时的周天子死在汉水的地方 你别找我楚国 你去找那些汉水周遭的那些国家 跟我们楚国是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这笔账我是不承认的 但是你至于说没有给这个周王室交贡赴 那我们楚国人呢 承认我们这点做的不够 但是以后呢 我们会按照这个分量 或者是这个按照时间 一定呢 会给这个周王室提供贡赴的 所以这个齐桓公呢 这个气势汹汹来了 然后得到了这个承诺之后呢 就这个灰溜溜的走了 齐桓公呢 这次打楚国 他也不一定是真想跟楚国打 因为呢 他也摸不准楚国的国力究竟有多大 如果要是打赢了 当然还好 因为你毕竟是霸主嘛 你带了这么多国家的这个联军过来的 如果你要打输的话 那你的霸主地位就不保了 所以齐桓公一看能不打也就别打 但是为什么要到南方来呢 可能是想给北方的诸侯看一下 我齐桓公是霸主 我有保护你们的能力 南方这个楚国他也是很怕我的 所以呢 主要起一个 这个炫耀武力的这样一个作用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 许军肉坦谢乃是之二十二年伐黄 二十六年灭英 十八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六百五十四年 楚成王带领军队向北讨伐许国 许国是一个小国家 所以经不起楚国的讨伐 许国的国军一看 楚国人来讨伐了 赶紧服软 肉坦谢 这个肉坦谢呢 是当时一个小国的国军 向大国国军屈服的一个标志性的标志 这个肉坦就是脱去上衣 谢呢 就是表示服罪 把上衣都脱掉了 露出了自己的膀子 向这个楚王呢 来谢罪 乃是之 楚王一看你服软了 那我就把你放回去 二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五十年 讨伐黄这个国家 黄呢 也是一个古国的名字 它是嬴姓和那个秦国是一个姓的 在河南省黄川县的西北 这个地方呢 原来就是古黄国 二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四十六年 楚国人又把英这个国家给灭了 英呢 也是一个古国的名字 他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 安徽省的英山县 三十三年 宋湘公欲为盟会 昭楚 楚王怒曰 昭我 我将豪网洗乳之 遂行至于 遂止乳宋公 以而归之 三十四年 郑文公南朝楚 楚城王 北伐宋 拜之洪 赦商宋湘公 湘公遂并创死 三十三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三十九年 这个时候 宋国的国君宋湘公 欲为盟会 想组织盟会 在当时呢 组织盟会的意思 其实就是想做霸主 那么组织盟会呢 他就避不开一个国家 就是楚国 因此呢 他就想招楚国 前来参加这个盟会 那么楚城王一听这个消息就怒了 说你居然还有资格来招我 你不想想你自己是谁 我将豪网 这里的豪网呢 就是以和好的名义 前往参加这个盟会 叫豪网 但是我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是习辱之 我在利用当时的那个条件 在袭击 在侮辱你 宋湘公 遂行 抱着这样的这个目的 楚城王呢 就来到了这个盟会现场 到了渝这个地方 渝呢 应该也是一个地名 他的地点呢 就是位于今天河南省 衰县的那个渝庭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楚城王也没客气 就把宋湘公呢 给抓起来了 而且呢 侮辱了宋湘公 以而归之 抓起来之后呢 不久又把他给放了 34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638年 郑国的国君 郑文公南朝楚 到这个楚国来朝见楚城王 楚城王北伐宋 楚城王呢 开始向北 讨伐宋国 败之洪 在洪这个地方呢 打了一仗 这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洪之战 这一次的战争呢 宋国人败的是非常惨的 而这个洪呢 是一条水的名字 地点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浙城县的西北 这个地方呢 楚国跟宋国 打了一场霸王争霸战 宋湘公呢 是大败而归 而且在这次战争当中呢 宋湘公自己还挨了一剑 这支剑呢 射在了宋湘公的大腿上 宋湘公回去之后 这个剑伤一直不好 后来呢 就要并创死 这个剑伤发作 然后宋湘公呢 就死掉了 35年 晋公子从尔过楚 成王以诸侯克里响 而后送之于秦 35年呢 是公元前的637年 这一年呢 晋国的流浪公子从尔呢 在流浪的途中正好经过楚国 楚成王呢 就以诸侯之礼 来招待这个晋国的公子从尔 而且呢 在他离开楚国的时候 还给从尔呢 送了这个很厚重的礼物 把他呢 送到了秦国 39年 鲁锡公来请兵以伐齐 楚使身侯 将兵伐齐 取谷 治齐桓公子雍焉 齐桓公妻子接奔楚 楚尽以为尚大夫 灭魁 魁不似祝戎 欲雄固也 39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633年 这一年 鲁国的国军鲁锡公到楚国来请求兵员 讨伐齐国 楚国人呢 就派了他手下一个大将叫申侯 带领这个楚国兵呢 联合鲁国 讨伐齐国 把古这个地方呢 给拿下来了 古这个地方呢 原来是齐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字啊 他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山东省东阿县那个救治的东阿镇 把这个地方给拿下来之后呢 把齐桓公的一个儿子 名字叫雍 也就是公子雍呢 放在了这个地方 齐桓公妻子接奔楚 齐桓公的七个儿子呢 全部都跑到楚国去了 楚国呢 也非常不错 尽以为尚大夫 把齐桓公的这七个儿子全部都用起来 让他做朝中的尚大夫 灭葵 这个葵呢 当时也是一个古国的名字 他是楚国雄治的后代 地点呢 是在今天湖北省紫瑰县的东边 把这个葵呢 也给灭了 为什么要灭葵呢 据说呀 这个葵不祭祀祝荣和玉雄的缘故 下伐宋 宋告急于晋 晋就宋 成王罢归 将军子玉请战 成王约 从而王居外九 足得返国 天之所开 不可挡 紫玉故情 乃与之少师而去 晋果拜紫玉于成谱 成王怒 诸紫玉 夏天的时候呢 这个楚国讨伐宋国 宋国这个时候呢 是站在晋国一边的 宋国一看 南方的楚国来讨伐自己 赶紧派人向自己的老大晋国来求援 晋国一看 宋国呢 遭到了楚国的围困 于是呢 决定要救宋国 成王罢归 楚成王一看 晋国要出兵 那么不要跟晋国在一起打了 成王说 那我们撤兵吧 不要这个为宋国了 这个罢归呢 就是指罢兵归来 但是呢 他的手下有一个将军叫紫玉 这个人呢 在左传里边 又叫成德臣 他请求这个打这一仗 但是呢 成王是反对的 成王说 这个从尔呢 久居外久 他常年在外边流浪 足得返国 最后呢 能够返回国家 祖呢 是最后 反呢 是通带走之的那个反 能够返回晋国 而且做了晋国的国君 天之所开 这是上天让他这样做的不可挡 所以这个从尔的力量 我们楚国人是抵挡不住的 言外之意呢 就是我们楚国 一旦要跟晋国发生战争的话 我们楚国是打不过晋国的 但是子欲固请 这个固呢 就是非常固执的 请求说一定要打这一仗 而且跟这个楚城王呢 拍着胸脯保证 说我一定能够赢的 与之扫失而去 楚城王呢 没办法 就给他少量的军队 让他呢 去打晋国 战争的结果呢 确实是验证了 楚城王的想法 楚城王认为自己是打不过晋国的 但是呢 这个紫裕认为能打赢 在成普这一战 打了一仗之后呢 紫裕是大败亏叔 晋国呢 就打败了紫裕 成王就怒了 杀紫裕 诸紫裕呢 就是杀紫裕 实际上呢 这个楚城王啊 并不是亲自下命令杀这个紫裕的 而是紫裕呢 受不了楚城王的这个批评 压力太大了 自己把自己给吊死了 四十六年 初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 于令寅子上 子上曰 君子齿 未也 而又多内宠 处乃乱也 楚国之举 常在少者 且商臣 丰墓而柴生 忍人也 不可立也 王不听 立之 四十六年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二十六年 楚城王呢 想把自己的这个儿子商臣立为太子 但是他自己又确定不下来究竟应不应该立 于是呢 就跟令寅子上呢 商量这个事 说我想把这个商臣的立为太子 您觉得怎么样 这个子上呢 就说了 子上说 君之齿 未也 这里的齿呢 是指年纪 说您现在年纪还这么年轻 您干嘛要立太子呢 而且又多内宠 也就是在您的后宫呢 您有很多这个宠姬 指不定哪个您喜欢的宠姬呢 又给您会再生一个儿子 那个时候 如果您再想改变主意 立太子的话 那你就麻烦了 因为你前面呢 已经这个把太子给立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子上的意思呢 说您不要着急立这个太子 处乃乱也 将来如果真想把这个太子商臣 他的地位呢 太子地位给废掉的话 那么祸乱呢 就会产生的 这里的处呢 是废除的意思 就废除太子商臣的这个地位 楚国之局 常在少者 子上又说了 说根据我的经验来看 楚国呢 最后立的那个太子 基本都不是老大 而是最小的那个孩子 且商臣风目而柴生 忍人也不可立也 而且商臣这个人 你看他那长相 就特别让人难以忍受 他是风目 长了一双蜜蜂的眼睛 而叫起来 一说话 就跟那豺狼发出的声音是一样的 这样的人 这样的长相 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 忍呢 这里边是残忍 说明这个人做事是非常残忍的 不可立也 这样的人 你怎么能立他做太子呢 王不听立之 楚城王呢 就没有听令隐子上的这个建议 最终呢 还是把太子商臣立为太子 后又欲立子职 而处太子商臣 商臣闻而为神也 告其父攀宠曰 何以得其时宠曰 想王之宠姬江米 而无敬也 商臣从之 江米怒曰 以乎王之欲杀弱 而立子也 商臣告攀宠曰 信以宠曰 能是之乎 曰不能 能王去乎 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 曰能 东十月 商臣以公卫兵为成王 成王寝食雄凡而死 不听 丁卫 成王自绞杀 商臣代吏 视为穆王 后来呢 这个楚城王啊 确实像令隐子上所遇见的那样 想把太子商臣的地位呢 给他废掉 而立另外一个儿子叫公子植 做这个太子 而废掉太子商臣 那么商臣就听说了这个消息 但是呢 他自己呢 并没有核实 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因此他就告诉自己的老师叫潘虫 他就跟潘虫讲了 说老师啊 你说 我听说啊 这个我爹 想把我太子的地位给我废掉 我不知道这信是真还是假 怎么才能证实呢 何以得其实 就是怎么才能够得到证实 他究竟是不是谣言 潘虫呢 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人呢 作为太子的老师 毕竟还是非常聪明的 他说 要不你这样 想王之宠鸡 您呢 找一个机会 请这个楚城王的一个宠鸡 也就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 这个嫔妃啊 名字叫姜米 你请他吃饭 但是呢 在这个酒席上 你要表现的非常不敬 不管你是采用调戏的手段也好 不管你是采用语言侮辱也好 总而言之呢 你要给他造成一个印象 没把他当回事 商臣呢 就听从了 太子的老师 也就是自己老师 潘虫的这个建议 在这个请姜米吃饭的过程当中 这姜米啊 面对这个太子商臣的各种啊 侮辱性的语言或者是调戏 他就怒了 他说 哎呀 真是太应该了 仪呢 是应该的意思 说太应该了 什么应该呢 说王之欲杀弱而立直也 说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太子呢 你根本就不够格 怪不得这个楚城王想把你杀掉 弱呢 是你的意思 想把你杀掉 而立那个公子职做太子呢 听到了姜米这样确定性的回答之后呢 商臣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老师潘虫 他说这个事啊 坐实了 我爹确实是想把我太子的地位废掉 而立公子职做太子 潘虫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 你回答我 然后呢 我再替你做决定 第一个问题就是能视之乎 也就是如果这个公子职做了太子 将来他要是登上了楚王的这个王位 你能侍奉他吗 想了一会之后呢 这个太子商臣说不能 能王去乎 那么潘虫说了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既然你不能侍奉他 你能逃亡而离开楚国吗 太子商臣想了一会说 那也不能 第三个问题 能行大事乎 这个问题比较关键了 说既然你不能逃 你也不能侍奉公子职 那你能做大事吗 这里的大事呢 就是提前干掉楚城王 把这个楚国的国君的位置给他抢过来 这叫大事 说这个事你能干吗 太子商臣我估计可能也是想了一会儿啊 他说能 我能干这个事 冬十月也就是本年公元前六百二十六年的十月份 太子商臣突然带领这个卫队啊 把这个楚城王呢就给包围起来了 他把楚城王所住的那个宫殿呢 给围起来之后呢 断绝了楚城王内外的沟通 也就是楚城王想要吃想要喝啊 根本就没有人给他送饭啊 等于呢 这个商臣要活活的把自己的老爹给饿死 楚城王呢 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个信 但是呢 他已经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时候楚城王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啊 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啊 所以呢 这个楚城王说反正我也要死了 那么在我死之前 我想提出一个请求 我能不能吃一只这个熊掌在死 熊烦呢 就是熊掌啊 反正你让我死呢 也得做个饱死鬼 我吃完这个熊掌之后 我再死 怎么样 其实这个楚城王呢 也是非常这个清醒的啊 他也知道能拖一天是一天 反正我吃了一只熊掌之后啊 估计我还能停几天 指不定在这几天之内啊 又有新的情况会发生呢 太子商臣说 你甭跟我玩了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听就没有答应 楚城王想吃熊掌的这个要求 丁卫的这一天 也就是啊 18号的这一天 楚城王一看 真的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叫自绞杀 绞杀呢 就是上吊 自己呢 就把自己给吊死了 啊 他死了之后呢 他的儿子 也就是太子商臣 代替他做了楚国的国王 啊 嗜号呢 就是楚慕王 穆王立以其太子宫 欲潘崇始为太师 掌国是 穆王三年灭江 四年灭六 辽 六辽高尧之后 八年罚臣 十二年足 子庄王 吕立 楚穆王当上了这个 楚国的国君之后 就把他原来住的那个太子东宫 作为奖赏 赐给了自己的老师潘崇 作为潘崇啊 这次给自己出主意的一个回报 让潘崇呢 做太师 太师的地位呢 应该是属于楚王之下 万人之上的这样一个职位 应该是属于国家的二号执政人物 掌国事 让这个潘崇呢 来执掌 整个楚国的政事 穆王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二十三年 啊 楚国呢 开始对外进行扩张 灭了江这个国家 江呢原来也是一个古国的名字 它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信阳市 那个罗山县 那个地方 四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六百二十二年 楚国呢 又灭了六跟鸟 这两个国家 六跟鸟呢 也是古代的两个古诸侯国的名字 六呢 是在今天安徽省六安的北边 那个鸟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顾史县的东边 这两个国家呢 据说都是高尧的后代所建立的 这个高尧呢 在古代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圣人 八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一十八年 啊 讨伐陈国 十二年 公元前六百一十四年 楚慕王死了 他的儿子楚庄王 名字叫吕 做了楚国的国君 庄王即位三年 不出号令 日夜为乐 令国中曰 有敢见者 死无赦 无举入见 庄王 左抱正姬 右抱岳女 坐中骨之间 无举曰 怨有尽 隐曰 有鸟 在于父 三年不飞不鸣 是何鸟也 庄王曰 三年不飞 非将冲天 三年不鸣 鸣将惊人 举退矣 无知之矣 居数月 淫义甚 大夫苏从 乃入见 王曰 若不闻令乎 对曰 杀身以明君 臣之怨也 于是 乃罢淫乐 听证 所诸者数百人 所进者数百人 任无举苏从 以证 国人大悦 嗜碎 灭雍 六年 伐诵 获五百胜 楚庄王 做了国君三年之后 不出号令 也就是在这个三年之前 从他刚开始登上 楚国的王位 一直到这个第三年的头上 这个期间呢 不发出任何证令 这里的号令呢 就是证令 日夜为乐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日日夜夜的 纵酒声歌 这个取乐 令国中约 而且呢 跟这个国中的其他大臣 或者是老百姓就讲了 说有敢见者 死无赦 说我就这么玩 我就喜欢吃喝玩乐 有谁敢给我提建议 让我这个管理国家的 这样的人 我一定会把他杀死 不赦免呢 无拘入见 但是也有不怕死的 有一个大臣叫无拘 决定进宫呢 给这个楚庄王提供建议 他进来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楚庄王 左臂呢 是抱着正姬 右臂呢 是抱着月女 这个正姬跟月女呢 明显是楚庄王 比较喜欢的两个女人 而且这三个人呢 是坐在了中鼓之间 这里的中鼓呢 就是指歌舞用的 那个乐队和那个乐手 坐在了他们中间的取乐 无拘一看 这个场面就说了 说愿有尽 我希望能给您说一句话 隐约啊 这个隐呢 是谜语 有一句谜语是这样说的 有鸟在于腹 这里的腹呢 是指那种小山丘 说有一只鸟啊 停在了那个小山丘上 三年不飞不鸣 停在那之后呢 它也不飞走 它也不鸣叫 这是什么鸟呢 楚庄王就回答了 说三年不飞 飞将冲天 说这只鸟 三年也不起飞 但是一旦要飞的话 叫一飞冲天 三年不鸣 它停在这个地方呢 三年也不鸣叫 将一鸣惊人 所以给我们现在留下一个成语 叫这个啊 飞将冲天 一鸣惊人 举退矣啊 这个楚庄王就说了 说无举呀 你退下去吧 无知之矣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居数月 这里的数呢 就是几个 又过了几个月之后 银翼甚啊 这个银翼放纵的越来越厉害 另外有一个大夫 也是不怕死的 他的名字叫苏从 一看楚庄王 闹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乃入见 他也进宫 来向楚庄王提供建议 楚庄王就说了 若不闻令乎 这个若呢 是你 你难道没听说过 我发布的那个命令吗 对于杀身以明君 苏从就说了 说我听说了 但是我还是要跟您讲 杀身啊 用我的这个身体 把我的身体杀掉 用来明君啊 就是让您明 让您做一个明君 臣之怨也 这也是我苏从的愿望 楚庄王听到了这样的话之后呢 愤然而起 乃霸银乐 于是呢 就停止了这个 银翼放纵的音乐 听证开始直理国家的正事 所诛者数百人 所杀掉的大臣呢 有数百个 这些大臣呢 平时肯定是 跟着楚庄王一起吃喝玩乐的这些人 所尽者数百人 所启用的人呢 也有数百个人 而且这数百个人当中呢 有吴举和苏从啊 跟着执行这个国家的正事 也就是楚庄王这三年 其实他并没有歇着 他决定呢 开始这个 利用这三年吃喝玩乐的时间 来这个仔细的 对朝中的大臣呢 进行分辨 哪些是可以啊 这个跟着自己治理国家的 哪些大臣是只能这个阿谀奉承啊 跟着自己吃喝玩乐的 那么经过三年的这个仔细的观察之后呢 楚庄王就列了两个表 一个是他要杀掉的大臣的表 一个是他要启用的大臣的表 所以呢 经过自己三年的仔细观察啊 楚庄王这个时候决定有所动作了 那么按照这个表上列的名字 该杀的大臣杀掉 该启用的大臣呢 也开始启用啊 吴举跟苏从呢 也在其中 国人大悦啊 楚国人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说楚庄王这个人真是牛啊 啊 利用三年的时间终于把那些这个好的大臣 跟坏的大臣全部都啊 分辨清楚了 嗜碎 也就是公元前的611年 楚国灭掉了雍国 雍国呢 我们以前介绍过啊 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608年 楚国呢 讨伐宋国 货车500胜 啊 货这个战车呢 500辆 八年 罚陆魂荣 遂至落 官兵于周焦 周定王使王孙满 老楚王 楚王问鼎小 大 轻重 对曰 在德不在鼎 庄王曰 子无足 九鼎 楚国 折沟之会 足以为九鼎 王孙满曰 呜呼 君王 其望之呼 西 余下之盛 远方皆至 共今九目 筑顶项物 百物而为之辈 使民知神间 皆有乱德 顶迁于阴 再四六百 阴咒暴虐 顶迁于周 德之修明 虽小必重 其奸回昏乱 虽大必清 西成王定顶于甲乳 补士三十 补年七百 天所命也 周得随衰 天命未改 顶之轻重 未可问也 楚王乃归 八年是公元前的六百零六年 这一年呢 楚庄王带领他的手下 讨伐陆魂之戎 这个陆魂之戎呢 是生活在首都洛阳的一只戎人 其实呢 这个楚庄王讨伐陆魂戎只是一个借口 他真正的目的是带领这些楚国大兵 到这个周王室来耀武扬威 来炫耀武力了 岁至落 就到了洛阳 官兵于周焦 官兵呢 就是炫耀武力 周焦呢 就是指在周朝的首都洛阳的近焦 开始炫耀武力 周定王使王孙满老楚王 那么看到楚庄王的这一情况呢 周定王也就是当时的周天子 派他手下一个大臣叫王孙满 这个王孙满这个时候呢 年纪并不大啊 派王孙满呢 来慰劳楚王 王孙满呢 他是这个周王使的大夫啊 他畸姓名字叫满 有人说呢 他是周公王的后裔 那王孙满来了之后呢 就跟楚庄王聊天啊 楚庄王就问 说这个顶小大轻重 因为这个顶呢 是指当时大禹 在这个划分九州的时候呢 做了九个顶 后来呢 由这个下迁到商 由商呢 又迁到了这个州 现在呢 应该是在洛阳这个地方 楚庄王呢 就问王孙满 说你们周王使 不是有九个顶吗 每个顶啊 他的小大 还有多轻多重 这个情况如何 我想听一下 对约 这个王孙满呢 就回答 楚庄王他就说了 说在德不在顶 这句话呢 是非常有名的啊 说一个这个国王也好 或者是一个国君也好 他是这个管理国家 能不能拥有这个国家呢 是在于这个德 并不在于这个顶的轻重跟大小 那么楚庄王呢 就问了说 子吾祖九顶 这个祖呢 是依赖的意思 吾呢 是不要 说您不要依赖这九支顶 楚国折钩之汇 汇呢 原来是指鸟的那个嘴 那么钩之汇呢 就是指兵器的这个尖端 折钩之汇呢 就是把我们楚国所有的兵器都收集起来 再把这个兵器的尖给它折下来 就可以做成这个九顶 叫足以为九顶 啊 这个为呢 就是做的意思 王孙满呢 他就回答了 说呜呼呜呼呢 是王孙满发出的一个语气词啊 说君王齐望之乎 说大王 您难道望了吗 西于下之胜 这个于下呢 于是指唐于 下呢 是指下起 是指当时的这个两个朝代啊 说过去在唐于和下起那个朝代的时候 这两个朝代呢 都非常兴盛 远方皆致 远方的这些人呢 全部都到了 叫远方皆致 共金九目 这个九目呢 是九州 共金九目呢 是九目共金 等于这个九个州呢 全部都向当时的这个唐于跟下起啊 这样的两个朝廷呢 向中央政府来贡献这个黄童 当然那个时候呢 金是没有的 只是黄童啊 全部都把这几个州的这个黄童呢 向这个中央朝廷啊 来这个供奉啊 筑顶项物啊 中央朝廷呢 就把各地啊 供奉上来的这些黄童呢 啊 把它们融化好了之后 就筑了九支顶项物 这里的像呢 是图像 物呢 是万物啊 也就是这个 把它筑成宝顶 在那个宝顶上边呢 画上各种各样的物形 百物而为之背啊 所有的天下的物品啊 这个百物呢 不一定是指一百个物啊 就是指天下万物 在这九支顶上边呢 都能找到这个图形 叫百物而为之背 使民知神奸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也就是让老百姓知道 什么是神 什么是奸 那这个神跟奸呢 是代表两种啊 神是天神啊 奸呢 就是鬼怪啊 代表两种这个不同的这个神怪啊 结有乱德 当时的这个夏朝啊 最末的一代国王呢 叫夏捷 他呢 是有乱德 这个人德行不好 顶迁于阴 因此呢 这个夏朝就被商朝给灭亡了 那么一个朝代被灭亡之后呢 他所拥有的这九支顶 也被迁到了下一个朝代 也就是迁到了商朝 再次六百啊 整个商朝呢 他拥有这个国家呢 是六百年 也就是享有国座 是六百年 殷咒暴虐 那么到了商朝的晚期 殷咒王 也就是帝心 这个人呢 非常暴虐 顶迁于周啊 这个顶呢 就被迁到了周王朝 实际上他说的意思呢 就是周王朝 把这个商王朝呢 给灭掉了 当然呢 这个前面也是一样 商王朝呢 把这个夏节也给灭掉了 就是因为啊 这个后一个朝代 灭掉了前一个朝代 这个顶呢 才能往下迁 德之修明 这里的修士好 说德性的好 还有明是圣明 虽小必重 那这顶呢 虽然很小 但是他在人们心目当中的重量 也是非常重的 其奸回混乱 虽大必轻 如果这个军王的德行 是奸回混乱 奸呢 就是指奸邪 邪恶 回呢 也是指奸邪 这个奸跟回的 这两个字的意思呢 是一样的 也就等于说 这个国王 如果是奸回 邪恶 狡诈的话 那么混乱呢 也是指 他的政治呢 这个不清明 而且呢 是这个又昏 昏庸暴乱 这个叫昏乱 虽大必轻 那么这个顶虽然很重 顶的体积呢 也非常大 叫虽大必轻 那他在人们心目当中的这个重量 也一定是非常轻的 西成王定顶于甲如 这个甲如就是指洛阳 过去呢 这个周成王 把洛阳这个地方呢 也定为是周王室的首都 叫定顶于甲如 而且把这个顶呢 是迁到了洛阳这个地方 补士三十 这个三十就是三十代 占卜呢 说周王室拥有国座呢 应该是有三十代国君的 补年七百啊 所享有的这个国座的年数 应该是七百年左右 天所命也 这是上天啊 所让他拥有的这个年寿 周德虽衰 周德呢 到目前为止 虽然呢 有些衰落了 衰败了 但是天命未改 那个上天任命给他的那个年数 还是没有到的 也就是天命 还是没有改变的 顶之轻重 未可问也 那么他所拥有的那九之顶的轻 或者是重 就不是你储庄王 所应该问的问题了 储庄王一听了这个话之后呢 也觉得没戏了 于是就回到了楚国 九年 相 若傲氏 人祸禅之王 孔朱 反攻王 王击灭若傲氏之族 十三年 灭书 九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零五年 啊 相 若傲氏 这个当时的储庄王呢 是以若傲氏作为这个相 若傲氏呢 也是储王的一个旁之啊 啊 经常呢 是在这个 储王氏呢 是做这个执政大臣的 啊 这一年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零五年 储庄王呢 以若傲氏作为自己的国相 人祸禅之于王 那么有人呢 就向储庄王 进献这个若傲氏的禅言 那若傲氏呢 还怕被储庄王啊 给杀掉 反公王 反而呢 攻击储庄王 王击灭若傲氏之族 那储庄王没办法 只能平定若傲氏的叛乱 就把若傲氏这一族 全部都给灭掉了 十三年灭书 十三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六百零一年 储庄王呢 灭掉了书 这个国家 书呢 是指今天安徽省 书城县的那个地方啊 因为当时在这个村休啊 乃至到后来战国时期呢 那个地方有好几个 以书作为这个国名的国家啊 所以统称起来呢 叫群书 那么公元前六百零一年呢 储庄王就把这个书呢 给灭掉了 把书并到了楚国的土地范围 十六年罚臣杀夏征书 征书弑其军 故诸之也 以破臣 及献之 群臣皆赫 申书时使其来不赫 王问对曰 比语曰 千牛 敬人田 田主 取其牛 敬者 则不止以 取之牛 不亦甚乎 且王以臣之乱 而率诸侯伐之 以义伐之 而贪其限 亦何以赴令于天下 庄王 乃复国 臣后 十六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五百九十八年 这一年呢 楚国讨伐陈国 杀了陈国的一个大臣 叫夏征书 这个夏征书呢 为什么被楚庄王给杀掉了呢 是因为他在国内呢 把这个陈国的国君 陈林公啊 给杀掉了 因此这个楚庄王呢 才讨伐这个夏征书的 那这个夏征书 为什么杀这个楚庄王呢 是因为夏征书的母亲 当然根据孙秋左传的记载 是夏征书的母亲啊 夏征书的母亲叫夏姬 他呢和当时陈国的国君 陈林公 还有另外两个大臣 一个叫孔宁 一个叫宜兴府 这几个人呢 是集体淫乱 后来呢 这几个人互相开玩笑 结果就激怒了这个夏征书 夏征书呢 作为夏姬的儿子 看到自己的母亲呢 跟这个国君 还有几个大臣呢 在一起胡搞 所以这夏征书呢 就觉得给自己丢脸了 他就决定把陈国的国君啊 陈林公 还有那两个大臣呢 一起都做掉 啊 他就埋伏在自己家的马棚子里边 等这个陈林公呢 从这个夏姬的家里边出来的时候 他一箭就把陈林公给射死了 后来那两个大臣呢 也就是孔宁跟宜兴府 一看有人搞暗杀 他们两个呢 也不想再陈国呆了 于是就跑到了楚国 向当时的楚国的国王 楚庄王呢 就这个告状 那楚庄王呢 正好这个时候呢 也有扩张土地的这样一个政治需求啊 所以呢 他就决定以这个为借口 就是以讨伐夏征书为借口 来讨伐陈国啊 这个呢 就是这个事件的背景 以破陈即限制 破陈呢 就是把陈国啊 给破掉了 而且呢 当时就想把陈国作为楚国的一个县 这也是楚国的一个通行做法啊 他是灭了一个国家 都会把这个国家呢 作为楚国的一个县 因此呢 楚国在南方啊 能够不断的扩大 楚庄王做了这件事之后呢 这个群臣接贺 大家都来向楚庄王表示祝贺 当时呢 有一个大臣叫申书石 这个人呢 并没有在楚庄王的身边 他当时是被楚庄王呢 派到了齐国去出差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啊 这个高兴的样子 而且呢 也没有向楚庄王表示祝贺 那么楚庄王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问啊 说你为什么 这个不向我表示祝贺呢 我把陈国都灭了啊 让陈国作为我们的一个县 我们楚国的土地面积都扩大了 您为什么不向我表示祝贺呢 难道您对我是有意见吗 没想到呢 这个申书石啊 就回答 他说比语 这个比语呢 就是礼语 礼语呢 是有这样一句话 说牵牛静人田 静呢 是采踏 说有一个人啊 牵着自己的老牛 采踏了别人的田地 田主 取其牛 结果这个田地的主人呢 就把这个人的牛给抢过来了 静者 则不质疑 则不质疑 当然呢 牵着老牛 去踩踏别人的土田 是没道理的 这里的直是讲道理 不直呢 就是不讲道理 是没道理的 但是 取之牛 不亦甚乎 但是他没道理 可是呢 人家因为牵了牛 踩了你几棵小苗 你就把人家牛给夺过来了 这不也是太厉害了吗 其实申书时呢 就是想用这样一个例子呢 一个比喻 来暗示楚庄王 你本来打的这个借口呢 是征伐下征书 现在下征书呢 已经被你杀掉了 你顺势呢 把人家国家给取过来 那和那个 夺人家这个牵牛 踩你小苗的那个田主 还有什么区别呢 且王以臣之乱 而率诸侯伐之 而且大王您 是以陈国发生了内乱 这样的借口来讨伐陈国的 但是讨伐完之后呢 您却把这个陈国给并了过来 这明显是不对的 叫以义法之而贪其限 你是以讲道义的这个名义 这个借口来讨伐陈国的 但是最终讨伐完之后呢 您却以这个陈国 作为自己的一个县 这不也是太贪心了吗 叫而贪其限 亦何以赴令于天下 您的这种做法 怎么才能在天下 行得通 您的命令呢 庄王乃复国臣后 楚庄王一听 申书时呢 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呢 就让陈国的这个 陈林公的后代 这个后呢 就是指陈林公的太子 让陈林公的太子呢 继续做了这个陈国的国君 恢复了陈国的国家的地位 十七年村 楚庄王为政 三月克之 入自黄门 郑伯肉坦千阳以匿 曰孤不天 不能弑君 君用怀怒 以即弼异 孤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听 宾之南海 若以臣妾赐诸侯 亦唯命是听 若君不忘立宣 还武不绝其设计 使改弑君 孤之怨也 非所敢妄也 敢不复心 楚群臣曰 王无许 庄王曰 其君能下人 必能信用其民 永可绝乎 庄王自守其 左右徽君 引兵去三十里而设 遂许之平 攀王入盟 子粮出至 下六月 尽旧正 与楚战 大败尽师和尚 遂至横庸而归 十七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 五百九十七年 这一年的春天呢 楚庄王包围了郑国 三月克之 楚庄王呢 在围了三个月的 郑国的国都新政之后呢 郑国人受不了了 终于呢 就投降了 所以说叫三月克之 克呢 可以理解为是功克 入自皇门 这个皇门呢 是当时郑国的首都 新政的一个国门 楚庄王呢 率领自己的军队 从皇门这个地方呢 进入了郑国的首都新政 郑国肉坦 牵羊 以匿 这个肉坦呢 是指 这个郑国的国军 把自己的上衣的衣服呢 给他脱掉 露出了自己的这个胳膊 叫肉坦 牵羊 而且呢 这个牵了一头羊 为什么要牵羊呢 就是等于自己像那只羊一样啊 叫这个牵羊 表示自己呢 是这个臣仆 这个行为呢 也成为了后代的帝王 向别人投降的这个标配的一个仪式啊 牵羊 以逆 逆呢 是迎接的意思 来迎接楚庄王 那么当时的郑国国军呢 就说了 说孤不添 孤呢 是指郑国国军呢 对自己的一个虔诚啊 说我这个人不被上天保佑 不能侍君啊 不能侍奉您 君用怀怒 用呢 是因的意思 您呢 因此而怀恨 这个怀有愤怒 以及避意 因此才到了我们这个破破烂烂的小国家 孤之罪也 这是我郑国国军的罪过 敢不唯命试听 我怎么敢不听您的命令呢 宾之南海 接下来呢 这个郑国的国军呢 就给自己的前途啊 列了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呢 是把我流放到南海 这里的宾呢 是通那个带提手的那个宾 也就是一个提手旁 再加一个宾客的宾 通这个字 可以理解为是流放 说第一种可能性呢 您可以把我流放到南海海边 若以臣妾赐诸侯 如果把我们郑国的大臣 还有这些啊 我的妻子 还有这个妾啊 赐给其他的诸侯国国军的话 亦为命试听 那我郑国的国军呢 我也这个听您的命令 若军不忘立宣还武 如果您啊 没有忘记当时这个周立王啊 周宣王啊 郑桓公 郑武公啊 这个周立王周宣王呢 是周朝的两个天子啊 郑桓公跟郑武公呢 是这个啊 郑国最初的两个始奉军啊 如果您没有忘记这些周立王 周宣王 郑桓公 郑武公啊 这些郑国先祖的功劳 不绝其设计 绝世灭绝 不想灭绝我们郑国这个国家 始改逝君啊 让我这个郑国的国军 就是让我来侍奉您啊 孤知愿也 这也是我的愿望 非所敢忘也 当然呢 我提出来这些要求 也并不是我所敢期望的啊 敢不复心 这里的不呢 是这个展示的意思 复心呢 就是内心啊 因此我把我自己心里边的话 全部都向您展示出来 楚群臣约 当时呢 在这个楚庄王的身边 肯定是有很多楚国的大臣的 这些楚国的大臣 一听说郑国的国君呢 这样讲 这些大臣都讲 说王无许 说您不要答应他 不要答应他 这个投降的这个要求 那么楚王就说了 说其君能下人 啊 楚庄王认为呢 这个郑国的国君 能屈居人下 必能信用其民 就一定能够在老百姓当中呢 取得诚信 取得信用 勇可绝乎 像这样的国君 怎么可以把这个国家断绝掉呢 庄王自首旗 亲自手里举着旗 左右挥军 挥呢 就是指挥 啊 指挥左右的军队 引兵去三十里而射 啊 楚庄王呢 就退兵了 带领自己的军队 后退了三十里 而驻扎下来 遂许之平啊 于是呢 决定答应和郑国讲和 平呢 是讲和 潘汪入盟 当时呢 这个 讲和的仪式是由楚国的大臣 潘汪啊 进入到郑国的首都啊 来和郑国签订这个盟约的 子良出治 子良呢 是郑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 他呢 是到楚国做人治 下六月啊 也就是在本年公元前五百九十七年的这一年的夏天六月份 晋国呢 一听说郑国被楚国给征服了啊 他就决定来救郑国 结果呢 就跟楚国发生了一场战争 当然这里边啊 没有讲这场战争的名字 其实在春秋左传里边啊 对这场战争讲的是非常详细的 这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避之战啊 这个避之战呢 是发生在晋国跟楚国之间啊 这场战争的结果呢 是楚国军队大胜 大败晋师和尚 和呢 是黄河 避这个地方呢 也是在黄河的南岸 那么避之战之后呢 这个晋国呀 从此是一蹶不振 遂至横庸而归 打完这场战争之后呢 楚国人呢 就到了横庸这个地方 然后回到了楚国 二十年 为宋 以沙除石也 为宋五岳 城中石进 义子而石 息鼓而吹 宋 化缘 初告以情 庄王曰 君子哉 遂罢兵去 二十四年呢 是公元前的五百九十四年 这一年呢 楚国人包围宋国 为什么要包围宋国呢 是因为宋国杀了楚国的一个使者 这个使者呢 本来是被楚庄王派到齐国去出差的 那么按照当时诸侯国跟诸侯国之间的惯例 一个诸侯国的这个使者要想穿过另外一个诸侯国到外边去出差的话 那么你事先要必须取得你所经过的这个诸侯国国家的同意才可以 可是呢 这个楚庄王为了找茬 想打这个宋国 就故意让自己的这个使者呢 不经过这个宋国的同意 直接穿过去 结果这个使者呢 就在这个宋国的国境之内 被宋国人给抓到了 抓到之后呢 这个宋国人就以他没有事先打招呼为借口 把这个使者呢 给干掉了 楚庄王因此呢 就这个派兵讨伐这个宋国 把宋国呢 给围起来 围宋五月 把这个宋国的首都商丘啊 给围了五个月 城中石进 城里边的粮食呢 都已经吃光了 那这个老百姓都没吃的了 那没吃的吃什么呢 叫一子而食 大家呢 交换儿子来吃 因为吃自己的儿子呢 吃自己的子女可能是不忍心下手 那么吃别人的子女 那就忍心下手了 吸鼓而吹 吸呢 是用斧子砍 那么吸鼓就是指用斧子砍这个人啊 的骨头啊 做什么呢 是做这个柴 因为当时呢 这个宋国的国都商丘的城里边 既没有吃的 也没有烧的 那那没办法 只能用这个晒干的人的骨头来做这个柴火啊 来点火烧饭 这个叫吸鼓而吹 宋化缘 出 告以情 宋国的大臣化缘一看 说如果这样持续的围下去的话 那么整个宋国可能就完蛋了 为了救这个宋国呢 这个宋国的化缘啊 在夜里边偷偷的这个在城墙上竖了一根绳子 然后顺着这个绳子呢 就爬出了宋国的城墙啊 到楚国的营地里边来向楚国报告这个宋国啊 国都城内的石秦 这里的秦呢 也可以理解成是石 石跟秦呢 是一个意思 庄王呢 就说了 说君子灾 楚庄王呢 对宋国化缘的这个行为呢 是表示了一个赞赏 他说这个人呢 真是一个君子啊 遂罢兵去 于是呢 这个楚庄王就决定罢兵而去 23年 庄王族子公王审立 23年呢 就是指公元前的591年 这一年呢 伟大的楚庄王终于挂掉了 他的儿子楚公王 名字叫沈 做了楚国的国君 公王16年 禁伐政 政告急 公王旧政 与禁兵 战燕陵 禁拜楚 涉中 公王墓 公王 招将军子返 子返 逝九 从者 庶阳谷 禁九 罪 王怒 涉杀子返 罪 罢兵归 公王16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575年 这一年呢 禁国讨伐 郑国 为什么讨伐 郑国呢 是因为郑国在前边的那场避之战当中呢 郑国已经归服了楚国了 那既然你归服了楚国 那么我们禁国就不允许你这样 因此呢 在这个楚公王16年的这一年呢 禁国讨伐 郑国 郑国呢 没办法 就只能向自己的老大楚国告急 当时的这个楚公王啊 就决定发兵去救这个郑国 与禁兵占燕陵 于是呢 在燕陵这个地方和这个禁兵啊 短兵相接啊 就打了一仗 这个燕陵呢 应该是在河南省燕陵县 彭殿乡的那个古城村的西北 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河南省燕陵县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禁国跟楚国军队又打了一次战争 而这次燕陵之战呢 禁国军队取得了大胜 交败楚 打败了楚国 而且呢 还射中了楚公王的一只眼睛 这个墓呢 就是眼睛 公王招将军子返 楚公王呢 就有一次决定把将军子返 也就是王子侧 把他给招过来 但是呢 这个子返呢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居然喝了很多酒 叫嗜酒啊 从者庶阳谷 他呢 手下有一个小小仆人 叫庶阳谷 这个庶字呢 就是表示楚国人 对仆人的一种称呼啊 叫这个庶阳谷呢 应该是这个人的名字 啊 从者庶阳谷呢 就陪这个将军子返喝酒 结果这个将军子返呢 喝酒就喝醉了 啊 正巧呢 这么个时候 楚公王呢 决定来召见这个将军子返 一看他醉成这样 这个楚公王呢 也来气了 射杀子返 这个事实呢 跟这个左传的记载 是不太一样的 左传的记载呢 并没有说这个子返 是被这个楚公王射杀的 啊 这个子返呢 确实是死了 但是呢 他是属于自杀 并不是被楚公王用剑射死的 碎罢兵归 于是呢 楚公王就带领楚国的军队 回到了楚国 31年 公王族子康王昭立 康王立 15年族子元立 视为甲敖 31年呢 是公元前的560年 这一年呢 楚公王也死了 他的儿子 楚康王 名字叫昭 做了这个楚国的国君 康王立15年族 楚康王呢 做了15年的国王之后呢 他也死了 啊 这一年呢 应该是公元前的545年 那么啊 他的儿子 楚康王的儿子啊 名字叫元 做了这个楚国的国君 视为甲敖 这个甲敖呢 他不是嗜好 而且这个人呢 他也没嗜好 因为他在这个楚国呢 做这个国王 也没做多长时间 就被他的叔叔 也就是王子维 给杀掉了 因此后来的人呢 也没有给他 取这样一个嗜好 就暂时命名他为甲敖 康王宠帝公子维 子彼 子夕 契吉 甲敖三年 以其继父康王帝 公子维 为令尹 主兵室 四年 为史证 道文王吉 而还 十二月 吉友 为入问王吉 缴而失之 遂杀其子墨 及平下 实史 赋于正 无举问约 谁为后 对曰 寡大夫为 无举更曰 公王之子为 为长 子彼 奔进 而为力 视为凌王 楚康王呢 他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弟弟 叫公子为 当然呢 还有这个公子彼 公子兮 还有另外一个最小的弟弟 叫契吉 也就是公子契吉 甲敖三年 这个甲敖呢 做了楚国的国王 第三年的年头上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四十二年 以其继父 康王帝 因为这个楚康王的弟弟 公子为 正好是自己的叔叔 叫继父 这里的继父呢 可以理解成是这个老叔 以自己的这个叔叔 公子为 做令营 令营呢 是楚国的这个国相 在楚国呢 是属于二号的这个人物 第一号的人物 就是国王了 主兵士 兵士呢 就是军队让他呢主管这个楚国的军队 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四十一年 王子为 使政 到这个郑国呢 去出差 道文 王吉而还 他在去前往郑国的途中 还没到郑国呢 他就从这个国内就听说了 说这个 甲敖这个人呢 得病了 所以王子为呢 就没有去郑国 直接从路上就回来了 十二月 即有 在本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四十一年的这一年呢 王子为在十一月四号 这里边写是十二月即有 因为这个十二月份呢 据考证是没即有这个日子的 而十一月份呢 是有即有的 所以说呢 可能是太史公把这个日期给搞错了 应该是在十一月的四号的这一天 王子为呢 入问王籍 进入到了王宫当中 问甲敖 他的这个病的情况怎么样 脚而杀之 王子为呢 当时就下手了 把这个甲敖啊 就用这个绳子呢 给勒死了 而逝之 逝之呢 就是把他给杀掉了 遂杀其子 莫及平 一不做二不休 王子为这个人下手也是非常狠的 就把这个甲敖的儿子 一个叫莫 一个叫平夏 把这两个人呢 全部都给杀掉了 实实负于正 而且呢 这个他决定派使者到郑国去 这里的负呢 是指负告的意思 是通那个负告的负 啊 派这个使者发布负告 向这个郑国发布负告啊 那么这个使者在临走之前啊 吴举就问这个使者 吴举呢 是当时王子为手下的一个进臣 他就问这个使者说 你去到了这个郑国 想跟郑国怎么说这个国内的事啊 啊 谁为后 人家郑国如果要问你 说这个楚国啊 国王甲敖已经死了 那么将来楚国下一代的国王会是谁呢 你怎么回答呀 叫谁为后 对曰寡大夫为 这个寡字呢 是指这个自己国家的使者 在这个国外啊 对这个别人的国家的这个国君 或者是这个大臣 来称呼自己的这个大夫都叫寡 寡大夫为啊 把这个王子为的定性为 是楚国的一个大夫 这个时候呢 吴举就更正他了 说你不应该这样讲 如果别人问你 人家郑国人问你 谁将作为楚国下一代的这个国王的话 你应该回答 公王之子为为长 啊 公王之子就是楚公王的这个儿子 王子为啊 年纪最长 子彼奔进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楚国发生了这样的这个内乱呢 这个王子彼一看不好 就赶紧跑了 跑到晋国去避难 而公子为呢 就立起来了 做了这个楚国的国王 也就是后来的楚灵王 灵王三年六月 除时时 告进 遇会诸侯 诸侯皆会处于身 吴举曰 西下旗有云台之响 商汤有景博之命 周五王有蒙金之事 成王有齐阳之搜 康王有丰功之朝 穆王有屠山之会 齐桓有少林之师 晋文有建土之盟 君其合用 灵王曰 用还功 时正子产 在焉 于是 晋诵鲁魏不枉 灵王以蒙 有交涩 吴举曰 结为友仁之会 有敏叛之 昼为离山之会 东夷叛之 幽王为泰式之盟 容敌叛之 君其慎忠 灵王三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 五百三十八年 这一年的六月份 楚国派使者 就到这个晋国呢 去告诉晋国 说我们楚国呢 是这个新唤了国王了 与会诸侯 这个楚灵王一上台之后呢 就决定想组织一个诸侯盟会 那么当时呢 在这个春秋 只有霸主才有资格 也才有能力 组织这个诸侯盟会 召集诸侯开盟会 也就是相当于 像这个其他的诸侯国 来宣称自己是霸主 诸侯皆会处于深 那么在深这个地方呢 诸侯前来呢 参加盟会了 深呢 应该是楚国的一个地名啊 当时呢 根据这个其他的传世文献记载 说这个楚国呀啊 应该是在宋国的地盘上 召集的这个诸侯盟会的啊 但是史记呢 说是在深 吴举就说了 这个吴举呢 就是指楚灵王手下的这个大臣 他说过去下棋 有云台之响 下棋呢 就是下雨的儿子啊 云台呢 又叫君台 当然有的这个读音呢 把它读成君台 君台呢 就是今天的下台 是在今天河南省雨县的南边啊 这个当时下棋呢 在君台这个地方呢 这个召开了一个集会啊 想呢 就是用隆重的这个礼仪来宴请宾客 叫君台之想 商汤有景博之命 商汤呢 是指商朝的开国君主 景博呢 是指当时商汤啊 会和诸侯啊 会盟的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商丘的北边啊 叫这个景博之命 周五王有蒙金之事 蒙金呢 就是今天的梦金 它是古黄河的一个渡口 地址呢 就是在今天河南省梦金县的东边 当时呢 周五王在这个梦金这个地方呢 曾经啊 举行试诗典礼 目的呢 就是讨伐当时的这个商朝的最后一个国王 商宙王 承王有齐阳之搜 齐阳呢 也是一个地名 地点呢 是在今天陕西省齐山县的南边 当时的周承王呢 在齐阳这个地方啊 举行了检阅军队的这样一个阅兵仪式 康王有丰功之朝 周康王呢 在丰功这个地方呢 朝见了各个诸侯 这个康王呢 名字叫昭啊 他呢 是在这个丰这个地方 丰呢 是当时周文王所建的一个都城 地点呢 是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 西南的那个风水的西岸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原来是周王室的首都 那么在丰功这个地方呢 周康王啊 决定了这个 把各个诸侯呢 都召见过来啊 让他们进行朝见啊 穆王有屠山之会 屠山呢 也是一个地名啊 他的地点呢 大致是在今天的这个安徽省啊 淮远县的东南 那么周牧王呢 曾经在屠山这个地方呢 召集诸侯盟会啊 目的可能是为了这个打击这个荣人啊 所以说叫屠山之会 齐桓有少林之师 少林呢 也是一个地名啊 是今天河南省掩尸的东边 当时的齐桓公呢 这个率领诸侯军队来征伐蔡国 是因为蔡国呢 有一个这个女儿啊 嫁给了齐桓公 齐桓公呢 和这个女孩子在花园里边划船的时候呢 这个女孩子呢 惹起了这个齐桓公的怒火 这个女孩子呢 当时在划船的时候啊 想这个跟齐桓公开玩笑啊 就不断的用这个手去这个晃这个船 齐桓公呢 她是北方人 她是不不善于游泳的 而这个蔡国的女孩子呢 她是南方人 她可能不怕水 但是齐桓公就让她说你别晃了 但是这个女孩子呢 不听 最后齐桓公真正的就生气了 就把这女孩子呢 给退回到了蔡国 没想到呢 这个蔡国的国君脑子塌了 看到自己的这个女儿回来之后呢 她也生气了 她就把这个女儿呢 没有经过齐桓公的同意 就给嫁给别人了 齐桓公说 我让他回家去反省一下 我并没有想让他这个出嫁呀 再说我也没说把他修掉啊 你这样做明显就是瞧不起我齐桓公 所以齐桓公呢 就率领诸侯的军队呢 来打这个蔡国 那么这个大军浩浩荡荡来到蔡国之后呢 顺势啊 也想讨伐南边的那个楚国啊 这个叫少林之士啊 晋文有建土之盟 晋文公呢 有这个建土的盟会 建土呢 也是一个地名 是在今天河南省原阳县的西南 晋文公啊 在这个城普之战呢 他这个打败了楚国 所以确立了自己在诸侯国当中的霸主地位 那么确立霸主地位的一个最标配的做法 就是举行盟会 所以晋文公呢就在建土这个地方呢就召开了诸侯盟会 让大家呢正式承认自己是这个村邱的霸主 君旗何用 前边呢这个吴举列举了这么多 那这个明王 圣王召集的这个盟会 而且呢这些盟会的程序呢都是不同的 这个时候呢吴举就问楚宁王说您究竟是想用哪种仪式来召开这个诸侯盟会呢 楚宁王就回答了 说我想了一下应该用齐桓公啊 那个少林之师的盟会 当时呢这个郑国的资产啊 也在这个现场啊 在焉啊 这个焉呢就是指当时的楚国 可能这个郑国的资产呢 啊也这个时候在楚国啊 而且呢根据这个春秋左传的记载呢 啊当时楚宁王召集的这个盟会 所有的这个仪式都是由资产 帮助这个确立的啊 资产呢当时就跟这个楚宁王讲 说您呢这次召集的盟会会有一些国家不来的 那么楚宁王呢就问说哪些国家有可能不来呢 资产就回答他说据我分析啊 这个晋国是肯定不会来的 宋国鲁国卫国呢也不会来的 因为这些国家呢跟晋国都是一个阵营的啊 所以说叫晋宋鲁卫不枉 他不会前来参加这个盟会的 凌王以盟有交涩 楚宁王啊举行完这个盟会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很骄傲啊 啊可能在南方啊 起码是在南方这块地方呢 自己就成为霸主了 吴举曰 吴举呢这个时候又给他提建议了 说结为友仁之会 友敏判之 说当年夏朝的最后的那个国王夏杰啊 举行了友仁之会 这个友仁呢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古国的名字 他的地点呢是在今天山东省济宁县啊 他举行这个盟会的时候呢以为自己也很牛 但是没想到友敏判之 友敏呢也是当时的一个古国的名字 友敏马上就这个叛乱了 友敏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省金香县的南边 咒为离山之会 东夷判之 那么说完了夏节啊 然后吴举又提到了这个商咒王 说商咒王呢当年呢在离山这个地方也举行了一个盟会 离山呢也是一个东夷的国名 地点呢是在今天山东省运城县的西边 在这个地方呢也举行了盟会 但是呢在盟会举行之后 东夷国是指东方各个这个部族啊 也背叛了这个商咒王啊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您楚陵王举行完这个盟会之后 您别太牛 因为您要太牛的话 有可能就会有人来背叛您啊 幽王为太室之盟 荣敌叛之 这个周幽王呢举行了太室之盟 这个太室呢就是指啊 中越松山啊叫太室山啊 在这个地方呢也举行了一个盟会 但是没想到盟会举行完之后 荣敌是指这个西北各个地区的那些少数民族啊 也开始举起了造反的大旗 军旗甚中啊 您呢一定要仔细的考虑一下这个事情的后果 叫甚中啊 甚的是谨慎 忠呢就是指这个事情的最终的结局 是您不得不想的 7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楚国带领啊 他手下的这些小诸侯的这个国家的兵力啊 来讨伐东边的那个吴国 把诸方这个地方呢给围上了 诸方呢当时是吴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字 地点呢是在今天江苏省丹图县的东南 把这个地方呢给围起来了 8月份的时候呢就把诸方这个城市呢给拿下了 克之呢就是攻下来了 求庆丰这个庆丰呢是齐国的一个大夫啊 因为在这个齐国呢这个有了内乱之后呢 他就跑到了吴国啊来避难 然后当时的吴国的国王呢也不错 就把诸方这个地方呢赐给了庆丰 作为他的彩翼 可是这个楚陵王把诸方这个地方给围上之后呢 就把他给攻下来了 而且呢把庆丰啊也给抓住了 这个楚陵王下手也是非常狠的 就把这个庆丰的一家全部都给灭掉了 以丰巡啊 这个丰呢就是庆丰想带着这个庆丰呢来游街示众 而且呢这个边游街的时候边让大家喊口号说 无效其庆丰就不要效仿其国的庆丰 势其军而弱其孤 这个庆丰呢在齐国把这个国军的给杀掉了啊 其实呢这个杀国军的这个人呢并不是庆丰而是这个崔柱啊 崔柱呢当时是把这个齐国的国军给杀掉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啊 当时的这个太史公啊把这笔账啊算在了这个齐国庆丰的头上 楚庄王呢就告诉这个啊 其他的老百姓说不要效仿 齐国的庆丰啊 把这个齐国的国军齐后庄公呢给杀掉了 而弱其孤这个弱呢是欺凌 孤呢就是指小国军啊 而欺负欺凌这个齐国的小国军 以蒙朱大夫啊 来跟这个强迫齐国的其他大夫呢 跟这个庆丰自己来定立盟事 支持这个齐丰的所作所为 那么庆丰呢反约 庆丰这个人呢嘴也很厉害 他一听楚灵王这样说 他说你也比我好不了多少 莫如楚公王庶子 然后庆丰在大街上喊的时候呢 他也回击啊 他说呢大家不要像楚公王的庶子 王子维那样把自己啊 军兄也就是当国军的哥哥的儿子元 也就是那个甲敖啊 给杀死了而代之力 而自己做了楚国的国王 楚灵王一听说好嘛 我本来是想用你的这个例子来教育大家的 现在你反而把我的这点烂事呢 都给说出来了 楚灵王呢就派使者 说赶紧杀掉庆丰 不要让他在大街上再喊了 七年就张华台下令内王人十之 七年呢是指公元前的五百三十四年 这一年呢 楚灵王建造了张华台 这个张华台建完了之后呢 他就下了一道命令 这个内呢是通那个那就是带脚丝旁的那个那 也就是召集亡人 亡人呢就是指流浪在外的逃亡在外的那些流浪汉啊 也有可能是有些人是罪犯 把这些人呢给召回来啊 让他们住在张华台的附近 八年呢是公元前的五百三十三年 这一年呢 楚灵王派他自己的弟弟公子契吉 带领楚国军队灭掉了陈国 十年呢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三十一年 啊楚灵王召集蔡侯到楚国来开会啊 在这个设想礼啊 招待蔡侯的时候呢 把这个蔡侯给灌醉了 而且呢趁势把蔡侯也给杀掉了 使契吉定蔡 让这个王子契吉呢 来安定蔡国 因为陈蔡公 这里的陈呢是多余的文字啊 也叫燕文 可以把它划掉的 因此呢让这个契吉 做这个蔡县的县公 十一年伐徐以孔吾 灵王赐于前夕以待之 王曰其尽鲁卫 其封接受宝器 我独否 今吴时时 周求顶以为分 其与我呼 西府对曰 其与君王哉 西我先王雄义 辟在京山 碧露蓝旅 以处曹芒 跋涉山林 以示天子 为是桃湖 即使以公王室 其王舅也 尽及鲁卫 王母帝也 除事已无分 而彼皆有 周今与四国 服侍君王 将为命侍从 其敢爱鼎 灵王曰 西我皇祖伯父 昆武 旧许事宅 今正人贪其田 不我语 今我求之 其与我呼 对曰 周不爱鼎 正安感爱田 灵王曰 西诸侯 远我而未尽 今武 大成 陈菜 布朗 富杰 千圣 诸侯 为我呼 对曰 未灾 灵王喜曰 西府 善言 古事焰 十一年是指公元前的五百三十年 这一年 楚灵王带领楚国的军队讨伐徐国来恐吓吴国 这个徐国也是一个古国的名字 地点是在今天江苏省四红县的南边来恐吓吴国 楚灵王次于前夕 次是指军队在外驻扎两页以上叫次 前夕也是一个地名 地点呢 是在今天安徽省博县的东南 楚灵王呢 把军队驻扎在前夕这个地方呢 来等待这个前线战报的结果 王曰 这个王就是楚灵王 楚灵王就说了 说这个齐国 晋国 鲁国 魏国 齐封 接受宝祭 当初受封的时候 所谓的受封呢 就是指当初这个周王使在分封 齐国 晋国 鲁国卫国这些国家的时候呢 都受到了宝器 所谓的宝器呢 就是指祭祀用的那些器皿叫宝器 因为他们在受封的时候呢 周王使都会分给这些国家一些祭祀用的宝器 而我们楚国呢 当初在受封的时候呢 却没有得到这些宝器 今无十始周求顶 现在呢 我想派这个使者到周王室来求这个顶 以为分 来作为当年那些其他的诸侯国接受的那个宝器 其余我乎 您认为这个周王室会给我吗 西府对约 这个西府呢 是楚陵王手下的一个大夫啊 他呢 就回答楚陵王说了 说其欲君王哉 说一定会给您这个宝器的 西我先王雄义 这个雄义呢 是楚国的先祖之一啊 辟在金山 这个辟呢 是指通这个丹丽人旁的那个屁 说当时呢 我这个先王雄义啊 在金山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 闭路蓝旅 以楚草莽 闭路呢 是指那些破破烂烂的柴车 蓝旅呢 是指破破烂烂的衣服 当时呢 是这个赶着这个破破烂烂的车 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以楚草莽啊 在这个草莽当中呢 这个开拓江土拔涉山林 以示天子 拔呢 是指这个拔山 涉呢 是指涉水 拔涉呢 就是指在山林啊 水渠当中呢 拔涉来侍奉周天子 为世桃湖即使 以公王室啊 只是把这个桃湖跟即使 这两样东西呢 作为贡品来奉献给周王室 那么这个桃湖跟这个即使 是什么东西呢 桃湖是用桃木做的弓 即使呢 是用吉木做的剑 因为当时的楚国呢 盛产这两样东西 所以周王室呢 就让楚国 把这两样东西呢 作为贡品 来这个交给周王室 做贡富 齐王舅也 齐国呢 当时是周王室的舅舅 因为齐国呢 是这个江姓 周王室呢 是姬姓啊 这个齐国跟这个姬姓的国家呢 都是属于生旧之国 晋籍鲁魏 晋国 鲁国 魏国 都是姬姓 属于周王室的母弟 当然呢 这个鲁国跟魏国呢 应该是周王室的周王的母弟啊 这个晋国呢 应该不是 晋国呢 应该是周武王的儿子啊 因为晋国的开封 这个始封军呢 是唐淑渝 唐淑渝呢 是周武王的儿子啊 他跟这个周成王室兄弟 除事已无分 而彼皆有 楚国当时 什么东西都没得到 分呢 就是宝契 因此呢 没有得到什么宝契 而这些国家呢 都有的 现在周王室 今与四国服侍君王 周王室 现在跟其他的上述四国 也就是那个齐国 晋国 鲁国跟魏国 一起来服侍您 将唯命侍从啊 您说的什么命令 他们都会听的 岂敢爱鼎 那么一个小小的鼎啊 周王室怎么会这个吝啬呢 凌王曰 西我皇祖伯父昆武 旧许世宅 这个昆武呢 是这个陆中世的长子啊 也是楚国的始祖 纪连的哥哥 因此呢 这个楚灵王啊 就称这个昆武是伯父啊 皇祖呢 就是指楚国的这些列祖列宗啊 旧许世宅 就是宅旧许 也就是昆武 刚开始呢 是居住在许国这个地方 今正人贪其田 现在正国人呢 贪恋许国的这个土田 不我语 不给我们楚国 现在我们楚国去向正国要这块地方 急于我乎 那么正国会给我们吗 对约啊 周不爱鼎 正安敢爱田 西府说了 说周王室连这个鼎 他都不吝啬的话 那么正国怎么敢吝啬他的土田呢 凌王又说了 西诸侯 远我而未进 过去呢 这些中原的诸侯国家都远离我 疏远我而未居进国 现在五大城陈塞 我们楚国啊 这个猛烈的修建 陈国跟蔡国的都城 还有这个布朗 布朗呢 当时也是一个这个啊 古国的名字啊 布朗呢 是分成两个城的 分为东布朗跟西布朗 东布朗呢 他是在今天河南省许昌市的那个衍城 西布朗呢 他是在今天河南省乡城的西南啊 这两个地方呢 合起来叫布朗国啊 现在这个楚灵王说了 我们现在在修建这个陈国跟蔡国 还有布朗国的城墙 富节千胜 富呢 就是指军队 军队呢 接达到了这个千胜之国 诸侯为我乎 那么您认为这个诸侯会畏惧我楚国吗 西府就回答了 说畏在说一定会畏惧您的 楚灵王就非常高兴 他说西府这个人善言古事焉 西府这个人呢 这个非常善于说古代的这些事啊 其实呢 这个西府也就是忽悠这个楚灵王啊 但是楚灵王呢 喜欢听好话 当然这个所有的人都喜欢听好话 他就对这个西府呢 表示了一个赞赏 十二年春 楚灵王乐前夕 不能去也 国人苦意 出灵王会兵余身 陆岳大夫长寿过 杀蔡大夫官启 其子从王在吾 乃劝吾王 法楚 为贱 岳大夫长寿过 而作乱 为无贱 十九公子弃吉命 招公子彼于尽 智菜 与无阅兵 御席菜 令公子彼 见弃吉 与蒙于邓 遂入沙陵王太子路 立子彼为王 公子子熙为令隐 弃吉为司马 先楚王公 官从 从师于前夕 令楚众约 国有王以 先规 赴决意 田氏 后者千知 楚众皆愧 去灵王 而归 十二年的春天 就是指公元前的 五百二十九年的 这一年的春天 楚灵王 在前夕 这个地方 作乐 不能去也 就不想离开 这个地方 国人苦意 但是国人 苦于 摇曳 当初的时候 这个楚灵王 在申这个地方 曾经会过 这个兵 在这个会兵的仪式上 楚灵王呢 侮辱过 这个路呢 可以理解成是惩罚 也可以理解成是侮辱 侮辱过 越国的大夫叫长寿过 杀了蔡国的大夫叫官启 官启是一个名字啊 官启呢 有一个儿子叫官从 当时呢 就流亡在吴国 就劝这个吴王 来讨伐楚国 为自己的老爸报仇 为贱 越大夫长寿过 而作乱 这里的为贱呢 理解成挑拨 挑拨越国的大夫长寿过 来一起作乱 为吴贱啊 让这个长寿过呢 做这个吴国的间谍 石角 公子弃疾命 这个石角呢 就是指派人啊 缴召公子弃疾的命令 把这个公子弃 从晋国呢 给招回来 那么公子弃 到了蔡国之后呢 就跟这个吴跟越 这两个国家的兵力呢 合起来 想袭击蔡国 其实呢 他们做这些事啊 公子弃疾并不清楚 是背着公子弃疾来做的 而公子弃疾呢 正好是蔡公啊 所以说攻击这个蔡国 就等于是攻击 这个公子弃疾 令公子弃 见弃疾 而且这个动作呢 因为发生的太突然了 所以说 这个公子弃呢 就见到了公子弃疾 公子弃疾这个时候呢 已经没得选择了 与盟于邓 在邓这个地方呢 就举行了一个盟事 同时呢 这个公子弃疾 其实呢 他也有杀这个楚灵王的心思啊 跟这些公子弃啊 还有这些这个官从啊 这些人是一拍即合 在邓这个地方呢 就举行了一个盟事 遂入杀灵王太子弩啊 大家呢 合起伙来 就进入了楚国的首都 杀了这个楚国 楚灵王啊 太子 名字叫陆 立子彼为王 因为这个时候呢 楚灵王还在前夕这个地方呢 远离楚国的首都 所以说 在自己国家的首都啊 在影这个地方呢 就发生了内乱 而且呢 自己的太子呢 也被干掉了 另外一个楚王 也就是公子彼 被立起来 做了这个楚王 等于现在这个时候呢 楚国有了两个这个楚王啊 一个是楚灵王 一个是公子彼 那么公子子西呢 做令营 公子弃吉呢 做司马 司马呢 是管军队的 先楚王宫 楚呢 是清楚 先清楚这个楚王的王宫 官从从师于前夕 把这个国都的事 处理清楚之后呢 这个官从带领 这个其他的楚兵啊 从后边呢 就追赶啊 前边位于前夕的 那个楚灵王的军队 而且在追赶的过程当中 这个官从啊 就散布这个啊 这个宣言啊 他说 国家现在已经有 这个新的楚王了 你们如果要是先回去的话 啊 就恢复你们的爵位 还有这个田产啊 这个后回去的牵支 你们后回去的这些人 将会遭到流放的这个命运 所以这些楚灵王手下的 这些军士啊 一听说啊 在这个影这地方 已经有新的国王了 而且回去的时候呢 回去早了 能够这个恢复 决意田产 对吧 回去晚了 肯定就遭到流放了 所以是这些军队的这个军人呢 就大家一哄而散了 去灵王而归 就离开了楚灵王 全部都一窝蜂的 跑回了楚国 灵王闻太子路之死也 自投车下 而曰 人之爱子 亦如是乎 适者曰 甚是 王曰 于杀人之子 多以 能无极此乎 又隐曰 请带于交 以听国人 王曰 众怒不可犯 曰 且入大县 而起失于诸侯 王曰 皆叛以 又曰 且奔诸侯 以听大国之律 王曰 大福不在 只取如耳 于是王 成州 将欲入烟 又隐 夺王 不用其计 拒拒子 亦去 亡 王 楚灵王 听说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太子路 被人给杀死了 然后 他是自投车下 投 是最下的意思 从这个车上 就掉下来了 而且 他掉到地上之后 又说了 人之爱子 亦如是乎 说别人爱自己的儿子 也跟我一样吗 侍者曰 甚是 这个侍者就回答他 说比你还厉害呢 王曰 予杀人之子多疑 我杀别人的儿子 已经很多了 能无即此乎 说能不到这个地步吗 又隐呢 这个时候就给他 出了一个建议 说请代余交 以听国人 说我们现在赶紧回去 在这个国交 那个地方呢 等待 命令 以听国人 对这个事的判决 看看国人是跟谁 如果跟我们 楚灵王 就是跟您的话 那我们还有救 如果跟别人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没救了 这个事呢 现在还说不准 应该有50%的几率 王曰 众怒不可犯 这个楚灵王就说了 说大家的愤怒 是不可以侵犯的 又隐呢 这个时候又说了 且入大县 而起失于诸侯 那么既然我们不想到这个影的郊外来等待国人的判决 那就请让我们进入大县 而起失 起失呢 就是求兵 向这个诸侯呢 来求取援兵 对付国内的这个反叛的势力 这个大县呢 就是指那些被楚国兼并掉的小国家 因为楚国呢 他把每个国家兼并掉之后呢 都会把这个国家作为自己的一个县 而这些县呢 他的这个个头 还有这个人口都比较多 所以说被称之为是大县 那么楚灵王又说了 说接叛 以 楚灵王说 没救了 大家都背叛我了 又曰 且奔诸侯 以听大国之律 又隐说 那我们再继续退一步 且奔诸侯 我们别在楚国国内待了 就到其他的诸侯国国家去 以听大国之律 听听这些大国的意见怎么样 对这个事呢 怎么处决 王曰 大福不在 只取乳耳 楚灵王又说了 说这个大福 所谓的大福呢 就是做国君的这个福气 已经不会再有了 我们到其他的国家去 也只能是自取其辱 于是王成州将 欲入烟 于是呢 这个楚灵王就坐着船 想要到燕这个地方去 燕呢 也是一个地名啊 他是楚国的别都 也就是今天湖北省的宜城县 想要到这个地方来避难 那么又隐呢 估计啊 这个楚灵王也不会用他的这个计划了 这里的夺呢 是估计的意思 又隐说 我给你除了这么多建议 让你到大县里边去 你不去 让你逃往大国 你也不逃 那最后呢 你是只能自取其王啊 所以说这个又隐说 我也不能跟你在一块混了 在一块混啊 估计我这小命 可能也就没有 多长时间活头了 所以这个又隐呢 估计这个楚灵王 不会用他的各种各样的计策 拒拒死 害怕呢 跟楚灵王一块死去 一去亡亡 又隐说 我自己也先跑吧 他也呢 离开了楚灵王 而自己逃亡了 灵王于是读彷徨山中 也人莫敢入亡 王行 欲其故捐人 未曰 为我求食 我已不食三日矣 捐人曰 新王下法 有敢 想王 从王者 罪及三足 且又无所得食 王因枕其谷而卧 捐人 又以土 自带 逃去 王爵 而福建 遂机 福能起 于隐 身无语之子 身汉曰曰 五父再犯王命 王福朱 恩赎大焉 乃求王 玉王 基于李泽 奉之以归 下五月鬼丑 亡死 身害家 身害 以二女 从死 并葬之 这个储林王呢 也是无路可逃了啊 于是呢 他一个人 独彷徨山中啊 一个人呢 就是在这个 啊 储地的大山当中 是来回溜达啊 来回逛 就寻找这个机会啊 而且他也不知道 自己将来的前途会怎么样 野人莫敢入亡 这里的野人 跟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野人 不一样啊 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野人 是指那些 啊 半人 半兽 半神的那些人啊 这些野人呢 就是指啊 生活在啊 当时各个诸侯国 国都之外 或者是城市之外的那些 以种田 或者是序列啊 或者是这个啊 狩猎啊 打猎为生的这些人 叫野人啊 莫敢入亡 其实这些人呢 都知道这个储林王 也都认识储林王啊 看到储林王呢 到自己家来了 没有哪个野人呢 敢让储林王 进入到自己的家 把储林王呢 给这个收留起来 王行 欲其故捐人 这个捐呢 是通那个三滴水的 那个捐 也就是仆人的意思 这个储林王 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 遇到了他自己 过去的一个仆人 啊 然后呢 他就对这个仆人讲了 说你赶紧给我去找点吃的吧 为我求食 去给我找点吃的 我不吃饭 已经三天了 饿得现在都已经 耳昏眼花了 然后这个捐人就说 新王下法 说现在被新立起来的 那个储王啊 颁布了法律 有敢想王从王者 说如果有谁敢给这个储林王送饭 而且想跟这个储林王一起混的人 那么罪集三族啊 不仅自己被干掉 而且呢 自己的这个三族呢 也会被干掉 古代呢 对这个三族的定义呢 一直是有争论的啊 但是呢这个比较靠谱的一种说法呢 说这个三族啊 应该是父族母族跟七族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 这里边我们就不列举了 啊 这个储国人说 我们要敢收留你 敢给你送饭 而且敢跟着你一起混的话 我们这个三族就会被灭掉的 且又无所得食 而且呢 我们又没地方去给你找吃的 啊 你即便是我想给你找吃的 我也没地方去找 王阴整齐骨而卧 那储林王说 哎呀 那我确实现在是走不动路了 现在肚子里边也没神 对吧 这个精神呢 也不济了 现在浑身呢 这个像散了架一样 我也走不了了 那我干脆在这个地方呢 睡一觉吧 于是呢 他就枕着这个仆人 也就是那个绢人的大腿 啊 就躺在那里睡着了 绢人又以土自带 这个绢人一看 说您睡着了 那我在这醒的 那也不好啊 再说您现在已经是落难了 啊 落难的这个凤凰不如鸡啊 我在跟您混 也没什么前途了 这绢人等着这个 楚灵王睡着之后呢 他就搬了一个土块 啊 垫在了楚灵王的头下 把自己的大腿呢 给抽出来 然后呢 他也跑了 这个逃去呢 就是指这个绢人 也离弃了这个楚灵王而去 王爵而福建 楚灵王醒了之后呢 他发现这个绢人 已经不见了 遂即福能起 而且他自己呢 饿得又起不来了 就在这么个时候呢 这个鱼饮 身无鱼 这个鱼饮呢 在楚国应该也是一个官 究竟这个官呢 是干什么的 现在呢 已经没办法考上了 但是根据这个字面的意义来理解呢 有可能是跟农业有关的 这样一个官 这个人呢 叫身无鱼 他的这个孩子呢 叫身汉啊 这个身汉呢 就说了说五父再犯亡命 我的父亲身无鱼 再呢 是两次 两次呢 冒犯了楚灵王的命令 但是呢 楚灵王啊 非常好 他并没有 把我的父亲杀掉 恩赎大焉啊 说这个恩啊 怎么可能比这个还大呢 那么这个身无鱼 怎么两次犯亡法呢 根据这个左传的记载啊 说这个第一次呢 说楚灵王当令隐的时候呢 他呢 是打着这个当时那个楚王的旗帜 去打猎 这种做法呢 按照当时的规定啊 是属于僭越 所以这个身无鱼呢 就觉得楚灵王这样做啊 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就这个自作主张 用刀呢 就砍断了啊 楚灵王的那个旌旗的长度 就是让楚灵王打的那个旌旗 符合他令隐的啊 那个标准而不应该用这个当时楚王的那个标准啊 这是一次啊 这个呢 楚灵王也没有怪罪他 后来第二次呢 这个楚灵王即位之后 已经是当这个楚国的国王了啊 他造了一个张华之台 而这个身无鱼呢 他为了抓自己的这个一个逃犯啊 啊 就闯到了那个张华台里边 没有经过楚灵王的同意 那对这个事呢 楚灵王也没有怪罪他 所以这里边呢 深物语的儿子深亥啊 就跟这个啊 别人讲 说这个我的爸爸两次冒犯了楚灵王的命令 他都没有啊 杀这个我的爸爸 恩赎大焉 乃求王 于是这个深亥呢 就寻找楚灵王 玉王基于李泽 结果在李泽这个地方呢 就碰到了楚灵王 楚灵王呢 这个时候已经饿的是没办法了 这个李泽呢 应该是一个野外的地名啊 奉之以归啊 深亥呢 找到楚灵王之后 就把楚灵王啊 这个抱起来啊 把他这个带回了家 下午月鬼丑 下午月25号的这一天呢 楚灵王就死在了深亥的家里啊 可能饿的也确实是不行了 深亥呢 可能也找医生给他救了 但是呢 确实没把楚灵王救过来 深亥一看呢 这个楚灵王死了 那也没办法 就把楚灵王呢 给埋上了 而且呢 这个深亥啊 用自己的两个女儿 作为这个陪葬品啊 这个殉葬品啊 把他杀掉之后呢 和这个楚灵王一起埋葬掉了 事实 楚国虽以利比为王 为灵王赋来 又不闻灵王死 故官从 未出王彼曰 不杀契吉 虽德国有授祸 王曰 于不忍 从曰 人将忍亡 王不听 乃去 契吉归 国人每夜经 曰 灵王入矣 以卯夜 契吉 使传人 从江上走乎曰 灵王质矣 国人欲经 又是曼成然 告出王彼 即令淫子曦曰 王质矣 国人将杀君 司马将质矣 君早自图 无取乳焉 众怒如水火 不可救也 出王 即子曦 遂自杀 秉臣 契吉 即位为王 改名雄居 侍卫平王 当时呢 这个楚国虽然已经立了这个王子比 做这个国王啊 但是呢 这个为灵王赋来 因为这个楚灵王死了之后呢 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大家都说他死了啊 但是呢 尸体没有见到 但是呢 大家都说他没死 但是活人又没见到 所以这个王子比啊 虽然当了这个 啊 楚国的国王 每天呢 也是生活在恐惧当中 总是害怕 楚灵王说不准哪天 又回来了 又不闻 灵王死 而且呢 他也没听说楚灵王啊 这个死讯 故官从 未出王比约 因此 这个官从 也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叛乱的始作勇者啊 官从 就对这个出王 出王呢 就是指新继位的那个楚国的国王啊 王子比 就对他说了 不杀契吉 虽德国有受祸 说虽然你现在做了这个楚国的国王 可是如果你要不狠点把你的兄弟契吉给他干掉的话 那最后你虽然得到了楚国这个国家 有受祸 那么你最后的结果呢 还是会受到祸难的 就跟那个受到祸难是一样的结果 王曰 于不忍 那么这个出王比 也就是王子比说 说我这个实在是不忍心的 因为他毕竟是我的弟弟 那么官从就说了 说人将忍亡 说你不忍心 那好 别人可不会像你这样 别人会忍心的将要残忍的对待你 这里的人呢 就是残忍 王不听 乃去 啊 这个王啊 就是指出王比 也就是王子比 他并没有听从啊 官从的这个建议 官从一看 这人啊 估计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我也不能跟你混了 所以这官从呢 就离开了 王子比 也就是当时的楚王 契吉归 而这个王子契吉呢 从这个外边回来之后 国人每夜经啊 国都当中的人呢 每天夜里是担惊受怕呀 就说凌王入乙 说楚凌王又回来了 可不好了 以某夜 以某那是17号 也就是这一天的夜里呢 这个啊 契吉使船人从江上走乎约 这个王子契吉就派这个啊 船人啊 船人就是指划船的那些人啊 在江上 大家是边划船 边一起喊 说凌王到了 啊 国人欲经 本来这个国人呢 就担惊受怕的 再加上这个外边这个和尚啊 有人这个在船上喊 说这个楚凌王又回来了 然后这个其他的人就更加害怕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楚凌王一旦要回来的话 以楚凌王的这个脾气 肯定会学习国都的 所以这些国人呢 都很害怕 又使曼称然告出王笔 及另引子息 而且呢 这个王子契吉 又派他手下一个大臣 叫曼称然 说你回去之后 告诉这个楚王笔 也就是这个王子笔 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哥哥 另引子息 你告诉他俩说 说这个楚凌王已经到了 国人将杀军 国都的人呢 将会配合楚凌王 杀掉现在的这个国君 王子笔 还有另引子息 这俩人呢 本来就对这个楚凌王 是死是活呢 心存疑虑 而且一直呢 是活在丹京受怕当中 所以一听有人这样讲 这两个人呢 也不问这个消息的真假 就觉得楚凌王 确实是回来了 而且再加上国人呢 再加上这个外边 在河上划船的那些人呢 一直在喊 所以给这两个人呢 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 司马将质疑 说这个司马 也就是王子契吉 也就要到了 君早自图 说你们两个赶紧 早点自己为自己考虑吧 无取辱焉 不要自取其辱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们两个赶紧自杀吧 要是等这个楚凌王 还有王子契吉 他们这些人要是回来的话 你们两个也得死 而且到那个时候 死得更惨 更耻辱 你还不如自杀好一点 众怒如随火 不可救也 大家的这个愤怒啊 就像水跟火一样 你是没办法再救了 出王吉 紫契 遂自杀 这两个人呢 受不了 王子契吉 派的这个曼成然呢 给他俩施加的 强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这两个人呢 就先后自杀了 秉承 也就是18号的这一天呢 王子契吉 回到了楚国的首都营 吉位为楚王 改名呢 叫雄居 他的嗜号呢 叫楚平王 平王已诈 氏两王 而自立 孔国人及诸侯叛之 乃施惠百姓 赴臣菜之地 而立其后如故 归正之亲帝 存续国中 修正教 无以楚乱故 或武帅已归 平王未官从 滋而所欲 欲为补隐 王许之 楚平王啊 都恢复了 都恢复了啊 他自己国家的主权地位 而立其后如故 啊 而这个立 陈跟蔡这两个王国之军的后代 作为陈国跟蔡国的国君 归正之亲帝 把当年楚国侵略正国时 得到的那个土地呢 也还给了正国 存续国中 修正教 存续是这个两个动词啊 就是抚恤跟安慰 国都当中的这些老百姓 修正教 修明 啊 政治 还有这个教育啊 无以储乱故 吴国呢 因为楚国发生了内乱的缘故 或武帅已归 这里的帅呢 是通那个啊 将帅的帅 抓获了楚国的五个这个将帅啊 回到了这个吴国 楚国的这五个将帅呢 分别是 这五个人呢 在左传里边并没有出现啊 左传呢 只是说啊 获其五帅 而后来有的历史学家呢 在这个读史记的时候呢 把这五帅呢 给考证出来了 就是前面我提到的 那五个人 平王为官从 楚平王呢 就对官从说 滋而所欲 说这一次呢 我能做这个楚国的国王 完全是你的功劳 那既然呢 我现在已经当上楚国的国王了 这个国家呢 由我说了算了 滋而所欲 那么你的这个个人的要求呢 我也会满足你的 你想做什么官 你想做什么事 你就跟我提出来啊 我都会答应你的 而这个官从呢 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 他并没有跟这个楚平王要多大的官 他说呢 我也不想做什么大官 我只想做补隐 补隐呢 在这个楚国呀 根据字面的意思来判断 应该是在楚国啊 做这个占卜 或者是卜士 这样的一个官啊 王许之 楚平王一看呢 你也没有要什么特别大的官 而且这个要求呢 一点也不过分 楚平王当时呢 就答应了官从 说可以 没问题 让你做这个补隐 出 公王有虫子五人 无敌力 乃望迹群神 请神觉知 始祖设计 而阴雨八机 埋毙于室内 招五公子斋而入 康王跨之 灵王走家之 子彼 子兮 接远之 平王又 抱其上而拜 压扭 顾康王 以掌力 置其子 施之 为为灵王 即身 而是 子彼为王 时余日 子兮不得力 又聚诸 四子 接绝无后 唯独 气急厚力 为平王 静续 楚四 如其神福 当初的时候呢 这个楚公王啊 有虫子五人 有五个他非常喜欢的这个儿子啊 当然楚公王儿子可能很多 但是最喜欢的儿子呢 一共有五个 无敌力 但是呢 他没有敌子 也就是楚公王的夫人呢 并没有给楚公王生下这个敌子啊 乃旺记群神 所以呢 从这个理论上来讲 任何一个数子都有可能做楚国下一阵的国君的人选 那怎么选呢 这个楚公王啊 叫旺记群神 旺记呢 我们以前这个解释过啊 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古代人呢 有祭祀山川的这样一个传统 每年呢 到这个一定的季节都会祭祀山川 但问题是呢 这个山川呢 有的时候距离这个首都特别远 所以呢 他们也不可能亲自到每一个山 或者是每一条河的前边呢 去这个祭祀啊 所以当时的这个古人呢 就采取了一种比较变通的方式 叫遥记或者是叫旺记 也就是朝着那个山 或者是那条河的方向去祭祀这个山 或者是祭祀这个河叫旺记 群神呢 就是指山川或者是河流之神 请神觉知让这个山川啊 河流之神的来决定谁呢 是下一届楚国国王的人选 始祖设计啊 让这个人呢 来这个治理国家 而阴雨巴基埋毙于室内 这个呢 是指表面上啊 是楚国王啊 跟其他的人呢 这个遥记山川啊 让这个群神呢 替自己决定啊 后代的这个继任者 但是呢 暗中和巴基 巴基呢 是这个楚国王非常喜欢的一个face啊 这个人呢 应该是这个 从名字上来看呢 应该是来自巴蒂啊 也就是今天啊 四川省重庆那一带的地方啊 她呢 应该是当时楚公王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人啊 所以她呢 暗中跟这个巴基啊 在这个室内呢 埋了一块玉壁 招五公子斋而入 让这五个他喜欢的儿子呢 借斋之后呢 进入到这个室内 康王跨之 康王呢 是这个楚公王的大儿子啊 也就是后来的那个楚国国王 楚康王 而楚康王呢 当时他还不是国王呢 他进来的时候呢 他就跨过了这块玉壁 因为这些人呢 他并不知道地下呢 哪个地方埋了玉 甚至呢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楚公王埋玉的这件事 而楚公王呢 只是用这个做一个测试啊 也就是说 谁离这块玉呢 最近啊 那么谁就有可能是下一任 楚国国军的人选 所以这五个人呢 进来之后啊 楚康王是这个第一个进来的 因为他是老大嘛 所以他就从这个玉壁上边就跨过去了 楚灵王走加之 而这个楚灵王呢 他的胳膊肘就放在了这个玉壁的上边 按理来说呢 这个楚灵王啊 应该算是比较近了 但是呢 他也没有压到玉壁的那个钮 因为这个玉壁上边呢 有一个钮啊 就是那个玉壁的那个手瓣啊 必须压到那个上边才是违损的 所以楚灵王呢 虽然是压到了这个玉壁 但是呢 他并没有压到玉壁上边的那个钮 所以还不能算是最近的 当然呢 他和这个楚康王相比呢 他是比他要近多了 而另外两个儿子呢 就是公子比 还有公子熙 接远之 那么离这个玉壁呢 就非常远了 够都够不上了 楚瓶王呢 那个时候是最小的 也就是王子契级 他的年纪是最轻的 他那个时候还不会走路呢 所以有人呢 就把他给抱进来 抱其上而拜 抱着他啊 跪在那个地方啊 向上呢 去拜这个楚公王啊 压牛 结果这个最小的王子契级 反而是压到了那个玉壁的牛 也就是啊 这五个孩子当中 只有楚瓶王 他是真正的压到了这个玉壁 顾康王以掌立 因此呢 这个楚康王啊 因为啊 他是最大的 是楚空王呢 最大的这个儿子啊 他呢 就做了这个国君啊 置其子失之 等到了这个楚康王死之后呢 他的儿子若敖 当了楚国的国王 但是也没当多长时间 就失去了对楚国的控制 因为这个若敖呢 是被楚灵王给杀掉的啊 啊 这个楚灵王呢 就是王子维 也就是公子维啊 他呢 杀掉了自己的侄子 若敖之后 就做了楚国的国王 啊 叫楚灵王 急身而逝 但是结果也是被人给干掉了 子彼为王 十余日 而这个公子彼啊 做这个楚王呢 也不到这个十几天的时间 子曦不得力 而至于那个子曦啊 他最大的官呢 就是做到令营 他根本和这个楚王啊 啊 逼二的布山 所以这个王子彼 还有王子熙这两个人呢 是这个啊 没有被这个立起来的啊 而且又拒诸 这两个人呢 又一块自杀的 又被杀掉了 四子皆绝无后 前边这四个儿子呢 都是没有后代的 也就是没有嫡子的 唯独契吉后立 而这个最小的这个孩子呢 也就是王子契吉 是最后被立起来 作为这个楚国的国王的 也就是后来的楚平王 敬续楚四 敬呢 是最终的意思 最终呢 由王子契吉 也就是楚平王啊 这个继续了 楚国的香火 如其神福 就像当年 楚公王做的那个试验 是一样的 出 子彼自尽归 韩宣子问书相曰 子彼其济乎 对曰不救 宣子曰 同物相求 如事古焉 何为不救 对曰 无与同好 谁与同物 取国有五难 有宠无人 一也 有人无主 二也 有主无毛 三也 有毛而无名 四也 有名而无德 无也 当初的时候呢 这个王子彼 不是因为楚国发生了内乱吗 也就是这个王子彼 把若翱干掉之后呢 所以这个王子彼啊 还有这个王子熙啊 这些人呢 就全部都跑了 尤其是王子彼 他是跑到晋国去避难了 后来呢 这个王子彼 从晋国 回到楚国之后呢 这个晋国的大臣 韩宣子 就问另外一个大夫 叫书相啊 他就说了 他说 王子彼这个人 回到楚国 做这个国王 你觉得他能成功吗 这里的记呢 就是成功的意思 对于啊 这个书相呢 就回答说了 说不会成功的 这个旧呢 就是指成功的意思啊 说这次王子彼回去之后 他是不可能 做这个楚国国王的 韩宣子就问了 说同物相求 如事故焉 何为不救 这个同物相求呢 是有两个理解啊 我觉得都可以说得通 一个这个理解呢 说这个楚国人 跟这个王子干 都讨厌楚灵王 叫同物相求 还有一种解释呢 说这个臭味相同的人呢 总是 像一处去寻找 就好像做买卖一样 所以这两个解释呢 哪个都说得通啊 所以韩宣子呢 他就有这个疑惑啊 说这个同物相求 就像做买卖一样 何为不救 怎么可能就不成功呢 书相就回答了 说五与同好 谁与同恶 也就是一个人 如果不能和其他的人 共同追求做好事的话 那么他肯定也没有人 陪着他一起去做坏事 这是一个理解啊 也可以理解成 说如果一个人啊 不能跟其他人 有相同的爱好的话 那么也就很难 让别人陪着他 有相同厌恶的这个事 所以大家呢 这个因为他没朋友 说穿了就是他没朋友 别人不会跟他同好 当然也不会跟他同恶 娶国有五难 娶得一个国家 做这个国家的国君 是有五大难处的 有宠无人 这里的宠呢 是宠爱的意思 说你光有宠爱 但是呢 你没有闲人的辅助 这是不行的 第二个呢 叫有人无主 说你有闲人扶住你 但是呢 你在国内缺乏 有势力的人来接应你 这个叫有人无主 第三个呢 就是有主无毛 有人在国内接应你 但是呢 你自己却没有毛略 这个呢 也做不成 有毛而无民 你有毛略 却得不到广大的老百姓的支持 这个呢 你也做不成这个国君 有民而无德 你前边都有了 你也有了民众的支持 但是自己却没有德行 你还是不能够成功 这个是第五项 所以呢 这个书相的意思是 王子彼 对这五项来讲呢 他都不具备 所以书相得出的结论是 他不可能成功 子彼在尽十三年以 尽主之从 不闻通者 可谓无人以 足尽轻叛 可谓无主以 无信而动 可谓无毛以 为姬 忠世 可谓无民以 王无爱争 可谓无德以 王虐而不济 子彼 涉武难 以弑君 谁能济之 有楚国者 其气即呼 子彼在晋国 一共是待了十三年 晋国跟楚国之从 不闻通者 从是指跟王子彼 一同游玩的那些朋友 叫从 那通呢 就是指通达之人 也就是说 王子彼所交的这些朋友呢 没有多少是通达之人 都是一些无名之辈 所以叫这个 晋楚之从 不闻通者 可谓无人以 足尽轻叛 可谓无主以 这个足呢 就是指啊 王子彼的这个家族啊 基本呢 该逃的逃啊 该死的死 而且呢 即便是活着的人呢 也都背叛了王子彼 这个叫足尽轻叛 可谓无主 那么王子彼在楚国国内呢 就没有接应他的人了 这个叫无主 无信而动 可谓无毛以 这个信呢 他原来的意思是奸细 破绽的意思 也就是可以理解成是可乘之机 有就是王子彼呢 回到楚国想做这个国君 但是楚国呢 并没有给他提供这个可乘之机啊 也就是没有这个提供奉子 让他去钻 这个叫无信而动 动呢 就是王子彼这个时候去行动了 这个叫无信而动啊 可谓无毛以 那么说明王子彼在回国之前呢 并没有对这个事呢 很好地进行一个筹划 唯积中事 可谓无名以 王子彼呢 在这个晋国一共待了十多年啊 等于呢 这个把大好的时光都扔在了晋国 相当于是这个王子彼呢 是终身呢 做客于晋啊 是无名呢 那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待的时间太长了 那么在自己的这个国家呢 就不会有老百姓在支持你了 因为你跟这些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呢 太疏远了 所以说呢 这个第三条也不存在 王无爱征 可谓无得以 王呢 是逃亡 你逃亡了 但是呢 你又没有 在这个楚国想念你的那些人 叫王无爱征 国内没有谁来爱戴你 那这个迹象呢 也不存在 所以说呢 可谓无得以 说明你这个人是无德的 王虐而不济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楚灵王非常暴虐 而且不济 不济呢 就是说对这个王子干呢 啊 这个无所顾忌 说我这个暴不暴虐 我根本就没把你瞧在眼里 说明在这个楚灵王的眼里 王子比 也就是这个子干啊 是不值得让人感到畏惧的 叫这个王虐而不济 子比 涉武难而弑君 谁能济之啊 这个王子比啊 全部都有这个五个大男 而杀了这个楚国的国君 楚灵王 那谁能济之 谁能让他成功呢 有楚国者 其气疾呼 那么最后拥有楚国的这个人 大概就是王子气疾了吧 君陈菜 方城外属焉 科特不作 盗贼拂淫 私欲不为 民无怨心 先神命之 国民信之 米信有乱 必记实力 处之常也 子比之官 则又淫也 属其贵宠 则数子也 以神所命 则又远之 民无怀焉 将何以利 书相呢 就把这个王子气疾 跟王子比这两个人呢 就做了一个比较啊 他说王子比是涉武难啊 前面提到的那个五个有利条件 跟他都没关系 但是这个气疾呢 就不一样了 君陈菜 方城外属焉 因为这个王子气疾呢 在没有做楚平王之前 他是这个陈公跟蔡公 控制着陈国跟蔡国啊 这样两个大的这个国家 因为这两个国家被楚国灭掉之后呢 都变成了这个楚国的县了 所以说这个王子气疾呢 控制着啊 陈国跟蔡国这样大块的这个土地 也就是方城以外呢 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这个叫方城外属焉 属呢 就是指啊 这个啊 属于王子气疾来控制的 这个方城呢 它是一个山的名字啊 它是相当于是楚国 跟这个中原国家的一条分随岭 楚国呢 跟中原国家之间的界限呢 就是以方城为主的 因为在这个啊 楚国的北边和中原国家之间呢 有好多山啊 这个当时楚国人呢 就把这个山跟山之间呢 就建成了这个啊 方城啊 也就是建成了像 类似于秦朝啊 这个秦始皇建的那个长城是一样的 所以方城以礼 也就是方城以南的这块地盘呢 就是楚国的势力范围 而方城以外呢 就是中原其他国家的这个势力范围了 所以说这个里边讲啊 叫方城外属焉啊 方城外边的那些大量的土地呢 都是属于王子气疾所有的 科特不做 这个科特呢 就是指反扰邪恶的这种事儿 并没有发生 做呢是心 做的意思就是没有发生 盗贼隐服 而王子气疾呢 在管理这个陈蔡这些地方的时候呢 国家的那些坏人呢 就是盗贼全部都这个服饮啊 全部都藏了起来 私欲不为 而且王子气疾这个人呢 也没有私心 即便有私心的话 他也不违背民心 这个叫私欲不为 为呢就是违背的意思 民无怨心 老百姓对王子气疾呢 没有怨恨的这个心理 而且是先神命之 国民信之 先神命之呢 就是指前面我们讲到的 那个王子气疾在很小的时候 去朝拜这个楚公王的时候呢 正好啊 他的这个位置啊 就压在了那个玉璧的钮上啊 等于是先神啊 任命这个王子气疾呢 做楚国下一代的这个国军的候选人 国民信之啊 有先神命之 而且还有楚国的老百姓呢 非常信任他 米信有乱啊 如果米信的这个大家族有内乱的话 也就是楚国有内乱的话 必记实力 最终的这个结果呢 都是最小的那个人啊 会做这个楚国的国军 这个呢 也是楚国的一个常 所谓的常呢 就是经常啊 发生的这个现象 子彼之官 则又淫也 那么相比之下 王子彼的这个官职 只不过就是一个右隐而已 这个右隐呢 跟这个王子气疾啊 他的那个陈公跟蔡公相比 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了 因为在楚国呢 最大的官啊 也就是最大的统治者呢 就是楚王 楚王下边呢 是设另隐的 另隐下边呢 是设两个助手 一个是左隐 一个是右隐 所以这样排下来的话呢 这个王子彼 跟这个王子气疾 根本就没得比 因为王子气疾呢 他是拥有啊 实际的这个能力的 而这个王子彼呢 只不过是空有一个官衔而已 属其贵虫 则数子也 而且呢 这个啊 无论是贵是虫啊 他都是数子 其实这个呢 跟这个啊 王子气疾比起来也是一样的 王子气疾也是数子 以神所命 则又远之啊 而且呢 这个啊 神所命的就是前边 王子彼 他和那个玉璧啊 距离太远了 这个神呢 根本就没有把他瞧在眼里 所以以神所命 如果按照那个神啊 所命定的那个 旨意来行事的话 那么王子彼呢 又远离那块玉璧 所以就等于呢 他也远离了 楚国国军的位置 民无怀烟 老百姓对王子彼呢 也没什么怀念 因为他离开这个楚国太久了 他在晋国待了十好几年啊 楚国的老百姓 基本都把他已经忘掉了 叫民无怀烟 所以呢 和这个王子气疾比起来的话 这个王子彼 怎么可能会做 楚国的国军呢 宣子曰 齐桓近闻 不亦是乎 对曰 齐桓未姬之子也 有宠于西宫 有报书衙 宾虚无 习鹏以为府 有举位以为外主 有高国以为内主 从善如流 师惠不倦 有国不亦一乎 韩宣子呢 对书相的分析啊 还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的相信啊 他又问了 他说这个齐桓公跟近闻公 不也是跟王子彼 处于当年一样的境地吗 但是齐桓公跟近闻公 不也是做了两国的国军吗 而且还是成为了村秀的霸主 那王子彼为什么就不行呢 对曰书相就回答了 说我们先说齐桓公 齐桓公这个人呢 是魏姬之子 他的妈妈呢 是魏国的女孩子 所以说她是魏姬之子 有宠于西宫 他呢 在小的时候就受到 他的父亲齐西宫的宠爱 有豹书衙 宾虚无 习鹏以为府 这个豹书衙和这个宾虚无 还有习鹏啊 都是当人的闲人啊 是辅佐这个齐桓公啊 辅佐公子小白的啊 有这些人呢 作为这个辅助 有举国 魏国 以为外主 因为他的这个外国家呢 是魏国 而且呢 他逃跑的时候呢 当年是避难 避难到举国 所以呢 这个举国跟魏国呢 可以作为是齐国的啊 这个外围的国家 很支持这个公子小白的 这个叫以为外主 是他外部的这个主人 来支持他 有高国 以为内主 但是呢 在这个齐国的国内 齐桓公 也就是公子小白呢 他也不缺这个 有支持他的大家族 尤其是齐国的国高二世 啊 这两个大家族呢 是当时啊 这个周五王 在分封齐国的时候呢 就已经安排在齐国的 两个大家族 是世代为亲的 这两个大家族呢 在这个国内啊 来作为内主 来接应这个公子小白 从善如流 公子小白这个人 本身的德行呢 也非常这个好啊 能够听取这个 啊意见 而且接受意见 他的速度之快呢 就像流水一样啊 失会不倦 给老百姓 施加恩惠呢 他也不厌倦 有国 不亦一乎 像这样的人 不管是内 还是外 不管是他自己啊 还是别人 他各种各样的关系 都能处理好 那么拥有齐国 做这个齐国的国君 不也是应当吗 西我文公 胡继继之子也 有宠于县公 好学不倦 生十七年 有侍五人 有仙大夫子鱼 子范 以为父亲 有魏秋 贾驼 以为古宫 有齐宋 秦楚 以为外主 有鸾系 胡仙 以为内主 亡十九年 守治弥独 慧怀弃民 民从而语之 故文公有国 不亦一乎 子比 无师于民 无缘于外 去尽 尽不送 归楚 楚不赢 何以有国 子比 果不忠焉 足利者 弃吉 如书相言也 说完了 这个齐桓公呢 书相又开始说 这个啊 近文公 说西我近文公 啊 在这个以前 我们晋国的国君 近文公 胡继继之子也 他是胡继继的 儿子 有宠于县公 他小的时候呢 是这个受到了当时 晋国的国君 近县公的宠爱 好学不倦 他本人呢 也是滋滋好学啊 啊 这个学习这方面呢 他是不用人来管的 生十七年啊 也就是他生下来 十七年之后呢 就有事五人 他在十七岁的那一年头上 就有五个人呢 来作为他的辅佐 有先大夫子鱼 这个子鱼呢 就是这个啊 近文公崇尔在流浪的时候 那个班底成员赵崔啊 有子范 以为父亲 有这两个人呢 作为他的这个心腹之臣 子范呢 就是旧范 也是公子崇尔的舅舅 也是胡继继的这个哥哥啊 有魏筹 甲驼 以为骨公 这个骨呢 是这个大腿 公呢 是大臂 有魏筹跟甲驼 这两个人呢 作为他的骨公之臣 有齐国 宋国 秦国 楚国 作为他的外主 因为这个公子崇尔在流浪的时候呢 先后流浪到这个齐国 宋国 秦国 楚国 这四个大国呢 对他是非常支持的 当然公子崇尔在流浪的时候呢 除了这四个大国以外 他还流浪到什么 郑国呀 魏国呀 但是呢 这些郑国 魏国 包括曹国 这样的小国国君呢 可能是没有眼光啊 所以对这个公子崇尔呢 也不待见他 这里边呢 就没提 但是呢 这个四个大国 就是齐国 宋国 秦国 楚国 对公子崇尔是非常看重的 作为他的外主 那么在国内呢 公子崇尔也不乏 有人支持他 像这个鸾氏 戏氏 胡氏 还有仙氏 这四个大家族 作为内主来呼应他 流亡十九年 公子崇尔带领他的权队 在外边流浪 一共是流浪了十九年的时间 守治弥督 他坚守自己的志向 越来越坚定 这个赌呢 就是坚定后世的意思 怀惠弃民 也就是晋惠公 还有晋怀公 这两个这个国君呢 放弃了啊 晋国国内的老百姓 民从而与之 所以国内的老百姓呢 这个民心所向啊 都希望这个公子崇尔 能够回国 做这个国君 老百姓呢 都会跟从他 而与之 与呢 就是支持 之呢 就是指晋文公 因此 晋文公呢 才能拥有这个国家 不亦一乎 这也不是应当的吗 子彼 无师于民 那么相比之下 楚国的这个子彼 对这个国内的老百姓呢 他没有施恩惠 无缘于外 对这个外边来说呢 也没有人做他的这个外主 也就是外部的这个国家呢 没有人 没有哪个国家 肯支持这个子彼 去晋 晋不送 他离开晋国的时候呢 也是灰溜溜走的 晋国呢 也没人去送他 归楚 楚不赢 他回到楚国之后 楚国也没有人迎接他 也就等于 他也是没有内主的 何以有国 像他这样一个 五不有的这样一个人 啥都没有的人 怎么可能会拥有这个国家呢 子彼 果不中焉 最后呢 这个王子彼 确实像书相 所说的那样啊 也没有做这个楚国国君 即便是做了几天之后呢 也就自杀了 足利者 弃吉 最终能够立起来 做楚国国君的人呢 就是王子弃吉 如书相 言也 全部都被 晋国的大府书相 给言中了 也就是说准了 平王二年 始肺无疾 如秦 为太子见 娶妇 妇好 来 未至 无忌先规 遂平王曰 秦女好 可自娶 为太子 更求 平王听之 足自娶 秦女 生雄真 更为太子 娶 适时 武奢 为太子 太妇 无忌为少妇 无忌无宠于太子 长 禅悟太子 见 见时 年 时无矣 其母 菜女也 无宠于王 王 烧意 书外 见也 平王二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 五百二十七年 这一年呢 这个楚平王 让 废无疾 废无疾呢 是楚平王手下的一个大臣 到秦国为自己的太子 这个太子的名字叫贱 为他呢 娶媳妇啊 娶这个秦国的女儿 做这个太子贱的这个夫人 富好来 为治 而这个秦国的女孩子呢 长得特别漂亮 这里的好是相当于美的意思 所以这个女孩子回来之后呢 被娶回来之后呢 还没有到这个楚国呢 这个废无疾呢 就先回来了 他呢 就私下里跟楚平王说 说哎呀 这个秦国的女孩子 长得可好看了 可自娶 说你把这个女孩子呢 这个嫁给你的儿子 太子贱做媳妇 那么一旦这个 这事做成的话 那这女孩子呢 就成了你的儿媳妇了 那实在太可惜了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因为长得好看 您可以自己把她娶过来 叫这个可自娶 为太子耕求 那么这个 楚平王肯定得问呢 说你看你去是为这个 太子贱 是娶这个媳妇的 娶回来之后 变成我老婆了 这个媳妇变成妈了 那你这个太子贱的媳妇 怎么办呢 废无疾说 这事不用着急啊 对吧 为太子耕求 耕呢 就是耕改的意思 你再从别的国家 给太子贱 娶一个媳妇 不就完了吗 平王听之 所以这个楚平王呢 就做了一件很恶心的事 他就听从了 废无疾的这个话 足自娶秦女 等到这个秦国的女儿 来到楚国之后呢 他就自己最终呢 把他给娶过来 生雄真 而且呢 跟这个女孩子 他生了一个儿子 叫雄真啊 改为太子娶 而这个太子贱呢 他的这个媳妇啊 这个变成了自己的妈了 所以说 那怎么办呢 这个楚平王 就为太子贱呢 又娶了一个 其他的女孩子啊 适时武奢为太子太妇 当时呢 给这个太子贱 做师父的这个人呢 叫武奢 武奢为少父 而这个费无疾呢 为这个少父 也就是武奢的助手 少父呢 是太妇的助手啊 他俩是上下级关系 可是呢 这个费无疾 跟太子的关系不好 叫无宠于太子 太子呢 有两个老师 一个是武奢 一个是费无疾 但是这个太子呢 他很喜欢武奢 而讨厌这个费无疾 所以呢 这个费无疾啊 他就不得不为自己前途考量啊 他说这个 太子贱现在是太子 那都没关系 现在楚平王还活着呢 万一将来楚平王哪一天呢 要挂了 这个太子贱要是当上了楚国的国王 那我就没好日子过了 所以这个费无疾呢 就私下打算 说我 与其趁着楚平王活着的时候 我就把你太子贱呢 搞掉 这样的话呢 我将来啊 我的地位呢 也就这个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 所以这个费无疾呢 为了这个目的 他就怂恿楚平王 去娶这个秦国的啊 这个女儿 但是楚平王自己不知道 他认为呢 这个费无疾 对自己是非常好的 所以费无疾呢 就经常的在这个楚平王面前 说太子贱的坏话 缠物呢 就是说坏话的意思 当时这个太子贱呢 只有15岁 他的母亲呢 是蔡国的女儿 而这个蔡国的女儿呢 又无宠于楚平王 楚平王又不喜欢这个 他的这个老婆啊 王稍易书外见解 那么他的这个太子贱的母亲呢 又不受宠 而且呢 有这个费无疾在自己身边呢 经常会说这个太子贱的坏话 再加上呢 自己把太子贱的媳妇呢 给抢过来 做了自己的老婆 所以呢 有这些一系列因素的这个杂柔啊 所以楚平王呢 就越来越输外 输外呢 就是输远的意思 输远了这个太子贱的关系 六年 使太子贱居城府守边 无忌又日夜禅太子贱于王曰 自无忌入秦女太子院 亦不能无望于王 王少自备焉 且太子居城府 善兵外交诸侯 且欲入矣 平王朝其父五奢 则之 五奢之无忌禅 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 无忌曰 今不至后悔也 于是王逐求五奢 乃令司马奋阳 招太子贱欲诸之 太子闻之 王奔颂 六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二十三年 楚平王呢 就让太子贱居在了城府这个地方 来替楚国守这个边境 城府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 他也是一个城市的名啊 相当于是今天这个河南省平顶山市 那个宝峰县那个地方啊 当时在楚国呢 他是属于楚国北部边境的一个城市 让这个太子呢 替这个楚国守边啊 无忌又日夜缠太子 这个太子一离开这个楚平王之后呢 这个废无疾 他就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机会 跟这个楚平王就说这个太子贱怎么怎么不好 这个禅呢 就是这个禁禅言啊 啊 这个其中呢 他说的最要命的一个理由啊 就是下面这段话 他说自从啊 这个废无疾 也就是废无疾啊 当然在左传里边是把它叫废无疾 就是那个极限的那个极 在这个史记里边呢 叫废无记啊 说这个自从这个废无记啊 入秦女 说我自从啊 到这个秦国为您娶了这个女儿之后呢 这个太子贱呢 就非常怨恨我 当然也怨恨您 亦不能无妄于王 这里的妄呢 是怨气的意思 所以呢 自从您抢了他的这个媳妇啊 让他呢 这个媳妇做了他的后妈 他就一直对您是有怨恨的 王烧自备焉 您呢还是稍加准备一下吧 其实这个废无记呢 他的这个话的意思呢 就是暗示楚兵王 太子贱呢 因为怨恨您 很有可能啊 会这这个发兵 会讨伐您的 会在这个边境上 因为他手边嘛 他手下肯定是有兵的 指不定哪一天啊 他可能就从这个啊 呃 城府这个地方呢 就带领这个啊 他手下的军队 杀回到这个楚国的首都营啊 来向您的兴师问罪 所以您得自己呢 稍加准备一下 而且这个太子呢 居城府善兵 而且太子贱呢 是居住在城府这个地方 替楚国守边 他善于呢 这个使用这个兵士啊 兵力 因为他手下掌握这个军队嘛 外交诸侯 且欲入乙 而且在对外呢 他和各个诸侯国之间呢 关系处理的都非常好 看他这个意思呢 外交诸侯 而且自己的又善于这个用兵 有可能啊 会进入楚国的首都 对您造成威胁 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呢 这个废无忌呢 就一直不断的跟楚平王 在讲 在讲 所以这个谎言呢 讲了一千遍之后呢 就变成真理了 楚平王啊 一开始可能不太信 但是后来说说说 然后这个楚平王就信了 平王就朝其复 武奢则之 那楚平王肯定得问这个废无忌啊 说呢 即便这样的话 我应该怎么办呢 废无忌就跟他出招了 说这个太子健呢 其实是一个好人 孩子呢 是好孩子 但是呢 他这老师太学德了 他老师呢 就是武奢啊 也就是那个太父 您呢 应该把这个武奢呢 先给他招过来 然后责罚他 其实废无忌的目的呢 也非常简单啊 你要想去除这个太子 你必须得先去除他的语意 就是先把他周围的人呢 先处理干净 然后呢 让他变成孤家寡人 老哥一个 没有人去支持他了 那么你再对付他 那就比较容易了 而这个太子健呢 这个外围力量最大的这个人 也就是最有智谋的这个人呢 就是武奢 所以呢 废无忌呢 先把这个魔爪啊 就对准了武奢了 他就跟楚平王讲 你先把这个武奢给招回来 啊 责罚他 最好呢 把他也给处理掉 啊 那这样的话呢 太子健呢 对您就不构成威胁了 所以这个废无忌呢 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是为自己打算的 但是他跟楚平王说的时候呢 他都是为这个楚平王着想了 所以让楚平王呢 就很感动啊 楚平王呢 也经常会听这个废无忌 跟他说的这个话 所以楚平王呢 作为一个君王啊 作为一个楚国的国王啊 他其实人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他这个一生一世啊 悔就悔在 他使用了一个坚定小人呢 就是废无忌这个人 啊 武奢呢 知道废无忌啊 进禅言啊 武奢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 他知道 之所以太子健呢 造成今天的这个境地 全部都是废无忌 在楚平王身边呢 说太子健的坏话 于是呢 这个武奢呀 就跟这个楚平王讲 说王奈何以小臣输骨肉 说您为什么 因为一个小臣 小臣呢 就是指废无忌 你因为这样一个人 而疏远自己的骨肉呢 这个骨肉就是指太子健 太子健是您 啊 自己亲身的 和自己亲身的这样一个人相比 您怎么跟这个废无忌关系这么好呢 您怎么什么话都听这个废无忌呢 而且你从这句话上能看到呢 这个武奢呀 他在跟这个楚平王提建议的时候呢 他是不太注重啊 这个言辞的表达的啊 这个话呢 李是这么个理儿 但是话是说的很难听 叫奈何以小臣输骨肉 啊 这个话呢 后来被这个废无忌就听到了 废无忌肯定要跟楚平王讲啊 说今不至后悔也 说你现在要是不控制这个局面的话 说楚平王 你以后就会后悔了 于是王求 遂求武奢 于是呢 这个楚平王啊 就把这个武奢呢 就给关起来了 这个肯定也是听了废无忌的这个谗言之后呢 做的这个事啊 乃令司马奋扬太子健 于是呢 就让这个司马奋扬太子健呢 从城府这个地方给他召回来 召回来的目的呢 就是把他干掉啊 这个叫防患于未然嘛 对吧 这个趁着你还没有 雨衣丰满的时候 我就先把你做掉就完了 太子闻之王奔颂 这个太子听说了这个信之后呢 就逃了 也不在城府 这个地方守边了 就跑到了颂国 这里边呢 这个司马奋扬啊 在史记里边呢 说他是司马 但是在左传里边呢 说他不是司马 是这个城府这个地方呢 一个守官的一个官员啊 是一个地方官啊 应该是属于太子健的一个手下吧 应该是 他不是储国的司马 也就说呢 这个太子健之所以能够听到这个消息 而且呢 能够出逃 实际上呢 是有这个奋扬啊 在旁边给他通风报信了 而当时楚平王的这个目的呢 是想让这个司马奋扬啊 直接就把这个太子健的给他做掉 但是呢 这个太子健呢 呃 可能对这个司马奋扬啊 就是对奋扬这个人可能不错啊 奋扬这个人决定啊 就把太子健呢 这个放跑 而且奋扬这个人也知道啊 废无极呢 是残害这个太子的啊 太子呢 这个死的太冤了 所以这个废无极是恶人 自己是不能这个做这个恶人的